還有孩子們最喜歡的 奇幻島探索樂園 親子唱完門票 是小朋友暑假放電好去處 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參加抽獎 另外也有米特才藝中心的 樂高機器人 流體熊等豐富課程 讓孩子暑假不虛度 從遊戲中學習成長 只要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就有機會抽課程抵用券 以及最近非常熱門的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門票 新北水岸河濱自行車租借優惠券 宜蘭蘇澳立獎衝浪體驗優惠券 以及大家最愛的小妻咖啡 這麼多的好康獎項 都在中天新聞網app里 快拿起手機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輸入推薦代碼 任選一個帳號註冊 填寫完資料 來到中天復古樂園戳戳戳戳 豐富獎品等你抽 趕快來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試試好手氣 好康抱回家 我的要求也不高 希望對方最好不要結過婚 我已經離婚了 只要不是有三個孩子的離婚女就好了 不要嗓門太大的女人 我是你們是讓你們來吵架的嗎 最好不要上班 去請各部門的組長來嫌疏我們 你選來選去 選了這種女人 7月31日晚間7點 中天娛樂台 安美諾美白袖褲霧5個孩子 多變的天氣 一頂帽子讓你溫暖又有型 戴上中天文創 Keep Going休閒運動帽 跟家園主播一起帥一波 拿在手上成為時尚配件 隨性搭出個人風采 粉色運動帽搭配同色系背包 都會新女性也可以很柔美 個性黑 帥性做自己 你就是閃耀的焦點 中天文創品牌 Keep Going系列 運動休閒帽 個性黑 櫻花粉 奶茶色 三款配色即刻入手 請上快點GO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大家好 歡迎在禮拜天的下午 收看我們的週末大曝掛 你沒有看錯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台北市議員侯漢婷 那麼首先當然要先歡迎什麼呢 歡迎要收看我們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已經有下載了 但是還是要再度呼籲 如果還有沒下載的朋友 或者是下載了不常使用的朋友 別忘記現在在我們的中天新聞網APP當中 我們隨時有抽七大好禮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包含了英達旅行社 韓國首爾來回機票 以及新北河濱 Fungbank自行車租借五折券 以及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家人的話 那麼可以來到 追風奇幻島親子唱完的門票 以及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主題 館員區的門票 以及宜蘭蘇澳 Sub力獎衝浪體驗九折券 當然還有我們的小七咖啡 甚至如果你對才藝有興趣的話 也有米特才藝中心的課程底用券 七大好禮就在我們中天新聞網APP 歡迎別忘記了 一定要時常的下載 而且裡面的互動 以及抽抽樂也都別忘記 當然怎麼樣來抽獎 第一個當然是來下載我們的 中天新聞網 輸入我們的推薦代碼 好 那麼這邊我們一定要推薦誰的 當然是我們也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第一位就是我們的沙沙主播李佩軒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麼你的推薦代碼是 CTI593 好 那麼接著歡迎我們的 第二位來賓 是台北市議員李明賢 大家好 好 那麼第三位來賓 是歷史哥稍晚 他也會加入到我們的陣容 好 那麼我們接著回來到 CTI593 輸入我們的推薦代碼 之後我們可以任選用你的臉書 或者是LINE的帳號來註冊 填寫資料最後就可以來到 我們的復古樂園戳戳戳了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進入到下一張電視牆 好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帶大家 當然最關注的 也就是我們在早上所進行的 國民黨全代會 終於正式通過了 確認侯友儀式國民黨 來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的 國民黨的候選人 謝謝斗內 對 感謝斗內 現在開始就要開始唸一下斗內了 這個你的 我用的是莎莎的手機 這個 好 還不適合做工作的回去座位 我們感謝我們的網友的斗內 因為侯漢廷剛剛聲稱就是 全代會的東西 畢竟是他黨業務 所以他今天可能也很難做評論 他想搶這個工作很久了 也跟大家稍微預告一下 因為在今天第二小時的最後 我們有幫他 特別設了一個侯漢廷的題目 因為他其實有一些資料 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他現在不只是 社主主持人的工作 連製作人他在今天也擔綱 我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再跑字卡的時候 製作人也會出現侯漢廷的名字 感謝何仙仙的斗內 說等候優質來賓分析 今天全代會種種細節要真相 看報掛辛苦了 感謝王雪茵一箱筐的斗內 還好不是斗內給侯漢廷 是都給我們報掛節目的 他說韓國瑜2019年宣布 副總統人選張善政 何友宜市長11月11號出席紀錄片獎 頒獎典禮時回應 民國73年 張與我一起獲得了 十大傑出青年的獎章 韓國瑜能夠找到一個 曾經為台灣付出的行政工作者 覺得很棒 不過他們其實不是十大青年 那也感謝王雪茵再度斗內 說燕子 禿子 大氣挺漢子 國民黨團結 侯友宜加油 也感謝他的再度斗內 就是一樣是說到 這個十大傑出青年的事情 感謝觀眾朋友們 給我們這麼熱烈的 這個斗內支持 以及留言剛剛刷的相當的快 那不過必須說啦 以後希望漢廷都可以幫我們 來念一下七大好禮 因為剛剛其實講得真流暢 甚至有時候比我們講得還更到位 但是記得是SUP 不是SUP 在戶外運動的部分 再幫我補足一下 對 不過雖然漢廷說 那是國民黨的全代會沒有錯 不過就這個政治分析上面 當然還是可以請教他 因為今天有幾個比較大的場面 也是主要藍營的支持者 最想看到的畫面 就是侯跟韓繼七月一號之後 再度的合體 再度的合框 那比較有趣的是 這個侯友宜 差點講侯漢體 侯友宜今天在那個車道 等了韓國瑜將近十分鐘 有些人寫八分鐘的時間 見到面之後 不管是擁抱 搂腰 牽手 動作 都做足了 其實我們可以感受到 他的用力要展現兩個人的親近 據說其實今天有很多的場面 然後包含像是韓國瑜湊進來 侯友宜的耳邊講話的時候 在台上透過葉原支的還原 也說 據說講的是加油兩字 所以看得出來今天 不管是昨天采薇已經跟我們預告了 今天這個場子 侯友宜的姿態會相當之軟 又或者是韓國瑜來了之後 自然而然展現出了那種 嗨嗲的氣氛 漢廷 你覺得確實 侯友宜是有進步了 當然 首先 因為我看到大家的留言 當然我們前面是開個小玩笑 希望大家能夠在週末的時候 放鬆心情 因為等一下可能大家聽了 也不見得會非常的開心 所以我們先放鬆一下心情 留言的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說我 希望大家留侯友關的話 方便的話可以留個全名 因為我都很害怕 大家罵的人是我 當然我希望大家就提到侯 都是能夠有多多的表現 剛才我們這個主持人 有網友就說 你看這個侯漢廷被換下來了 是不是有換侯 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沒有 我們只是好玩 因為這個主持人的梗已經講很久了 大家不要有過多的政治聯想 再來這一次當然是723之後 如同我們先前所判斷的 國民黨所有的大頭會齊聚 並且正式的宣告團結 那麼未來郭台銘應該會 相當的知難而退 當然外界所關注的就是在 韓國瑜的加入 當然我們對於韓國瑜的願意加入 給予了高度 大家都會有高度的讚賞 對吧 就是過去以來 他曾經遭受到什麼樣的待遇 但他絕對不會以同等的待遇 去對待別人 面對的是黨的團結 而且韓國瑜自己說了有三個願望 其中就是希望能夠是在 由侯友宜帶領的國民黨之下 能夠下架民進黨 所以說支持侯友宜的動作 宣誓其實都已經是完全看得出來了 那麼侯友宜這一次的進步 相較於上一次 他也親自到了門口迎接韓市長 而且也親口說出了致歉 雙方的互動看起來也都是非常的 輕鬆跟愉快 韓市長也沒有說看起來很不自然 或者是什麼被迫什麼的 所以可想而知 從先前地方諸侯的表態 或者是在先前可能立委 還有一些爭執的意見 但是確定在今天結束之後 那就是國民黨所有台面上的人物 所有的黨公職 都必須要支持侯友宜 然後團結往前衝 這是國民黨當前有能做到的團結 可是第二個最大的難題是說 好 大頭團結了 現在還是在足跡跟打底的過程 那麼第二步 侯友宜有沒有辦法繼續散發光和熱 能夠爭取到群眾的認同 這還是要看侯市長 未來自己的本事跟努力 因為像我們仍然可以看到 很多的支持者說 那即便是諸侯挺你了 大頭挺你了 可是我還不見得要挺你 因為我們還是要看 侯市長本人的一些人格魅力 有沒有辦法能夠繼續散發出來 以及在各個議題上面的追打跟攻擊 這樣子才能夠先做好團結 先鞏固基本盤 再進而向外擴張 而這個向外擴張的本領跟本事 那當然就只有侯友宜市長 自己必須要很大的承擔 沒錯感謝我們的網友的斗內 這個是歪美的兩度斗內 也感謝王沈英的斗內說 柯文哲的任內 北流1.9億的爛賬 還有再來北市府 每個月需要支付80萬利息 累積已經破千萬 許多年輕人年薪皆未達80萬元 所以他另外講到說這個 你還有再下一個斗內嗎 好下目前還沒 那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也感謝張梅華斗內說 漢婷搶了我的主持工作 下次人家不投了啦 感謝西西米的斗內 以及開開心心斗內說 漢婷你還是下去吧 沒關係 他這凡事都有第一次 他已經開始蠶食驚吞我們的節目了 從從沒大爆化開始 越來越 越發感受到這一點氛圍 但是明前議員 你今天仍就在現場 你的觀察 其實我剛剛私底下 我們還沒開播前 我就特別想要請教明前議員說 今天的氣氛 其實他有感受到誰比較緊繃 誰又很放鬆嗎 今天在板橋體育場 我先講一下今天冷氣開得非常的熱 沒開那麼強 有開跟沒開根本沒有一樣 所以不像蔡英文總統說 今天冷氣不錯 今天應該朱立倫對外講說 今天好像沒開冷氣的樣子 很熱的 熱的 我進去 我今天大概穿這樣 進去我大概不到幾分鐘 我就把外套脫掉 然後我看其他立委參選人 你們畫面看一下 每一個都穿反襯衫 白襯衫 真的非常熱 超熱的 我進去就在冒汗了 現場氣氛也是這樣 當然侯市長跟韓市長互動 是一個觀察指標 我去現場看這樣 朱立倫主席跟 看起來臉色表情有點緊繃 因為他不責操盤 所以看起來是滿緊繃的 我看他握手的時候都沒有交談 而且他昨天就去彩排了 感覺他一直呈現一個 很緊繃的情況 比較緊張 畢竟他是總教練 要操盤 侯市長是怎樣 侯市長隨護 安全人員都包圍 所以我看去跟他握手互動了 馬上就被架開了 我是沒有靠近侯市長 我看都是隨乎包圍著他 我也去沒跟他打招 反而韓市長在旁邊 韓市長真的很多黨代表 一直跟他照相 照相 很多人 我湊過去之後 韓市長還講說 這麼熟了你還湊熱鬧 實在有點被他 有點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然後韓市長講說 先約一拖 先約一拖來吃飯 我覺得韓市長在所有高層裡面 他最輕鬆 最放鬆 所以我覺得說 有在外面謠傳說 韓市長是不甘情願 什麼怎麼樣才來 我覺得韓市長是一個 非常大度大量 他真的是為國民黨步出 為中央民國 他覺得只要誰能拉下民進黨 我覺得對韓市長來講 他是無怨無悔 所以今天不論說 侯友宜在門口等候十幾分鐘 甚至 他講了不好意思 除了不好意思之外 侯友宜自裁講了一句說 韓市長過去最重要一句 莫忘世上苦人多 這句話侯市長一直放在心裡 所以侯友宜還點了很多 包括侯市長 包括小燕市長 山正市長 這些都是他的點半 都是他的要學習的一個對象 所以這很重要說 包括黨內這個我這樣形容 今天全大會等於說 國民黨推出一個選手 正式要去參賽 今天等於站在100公尺的起跑線上 正式要起跑了 所以所謂的什麼換侯 然後說要霸珠 甚至要拱國台民 這些聲音大概都會彈下來的 這些聲音從今天開始 不應該再有了 而是全黨要如何幫助侯友宜 幫助姓侯的 當然也不是旁邊這個侯安庭 侯安庭要各自努力 你剛剛那個危險發言全黨都幫助姓侯的 姓侯友宜 現在當然侯友宜民調比較落後 怎麼幫侯友宜 確實要幫他重新 而且關鍵是 侯友宜今天在致死的時候 除了目望事實上苦人多之外 他的兩岸發言很重要 大家回去道代聽一下 很重要 侯友宜是包括講 把金國先生的開放兩岸探親 還有1992年的香港會談 這些是一連串鞏固台海穩定 和平兩岸的一個重要基礎 所以侯友宜是說 繼承這一些 包括蔣經國的開放兩岸探親 1992年的香港會談 之後的孤安會談 連戰了和平之旅 馬習慧之後 整一連串的脈絡 所以很重要 包括侯友宜是繼承 國民黨一連串的 希望兩岸和平的脈絡 所以他反對台獨 反對台獨 一國兩制 誰可以穩定兩岸和平 比照柯文哲 比照賴清德 侯友宜把他的菜端出來了 所以我認為今天開始團結 未來把政策牛肉端出來 侯友宜的民調會止跌回升 明顯哥我想問一件 比較題外話 昨天就已經有人在傳 甚至你們的國民黨支持者 在說為什麼今天拳戴會這麼白 什麼白 整個布置這麼白 因為過去他們的 你是在暗示說有所謂的藍白河之類的嗎 有人解讀 就是說為什麼要白成這樣 是要跟白靠攏嗎 甚至有人說這個白的程度 我們等一下在明顯哥講的旁邊 不然我們趁街的畫面 有點不吉利 很多不同揣次 就為什麼會把整個場地 布置得這麼白 不是 因為他過去侯友宜 把黨中央都是希望大家穿 白襯衫 然後藍色牛仔褲 當然很多人說這是藍白河 可是很多年輕人都這麼穿 就說像我上節目也都是 今天剛好穿卡褲褲 可是就是牛仔褲 白襯衫 就代表比較年輕 比較活力 所以很多人就說統一穿 白色的顏色 這倒不是說現階段要藍白河 可是對於未來藍白整合 是抱持一盡的彈性 這不是在衣服上的顯示 而是朱立倫主席在致詞的時候 有提到說 未來從全代會之後 下一階段就是 就說在野大聯盟 所謂的在野大聯盟 就是藍白整合的空間 那是說藍白怎麼整合 是總統的整合 還是區域立委的整合 這個主席沒有講得很清楚 抱持了未來一個彈性的空間 所以我認為說 黨中央或侯伴這些 還要去講清楚 未來是總統層次的整合 包括侯柯沛 還是柯侯沛 用民調去做整合 還是說總統階段不整合 只是區域立委的整合 這部分是有模糊的空間 未來要講清楚 所以不是說衣服形塑說 好像白藍要整合 而是說故意凸顯說一個 比較年輕有活力的招氣 是 我們感謝一些 網友的斗內開開心 王水英的斗內說 陳上一則柯文哲 八年的市長 處理北流先斬後奏 違反了程序正義 導致17年難題 仍無法解決 年輕人卻認為 柯P很風趣 口才家會誠實面對 解決問題的總統仁選 西西米的斗內 是抖一個記錄記 愚人節之後 再次被漢庭侯島給騙到了 但是政治也變得有趣多了 也感謝睡晚好眠的斗內 說侯是強 抱人家 還有硬拉手 韓只是給他面子 不要再去蹭韓了 王水英的再度斗內說 北流的1.9億爛賬 金額不小設計 納稅人的荷包一碼歸一碼 依法釐清全責才是正道 硬扯是藍白互打 會影響到藍白河難以苟頭 也感謝陳世宏的斗內說 一起邁向團結 加油正能量 何謙現在斗內說 侯友宜在今天全代會的致詞 中天是有剪小檔的 全程有字幕 給中天小編讚讚讚 剛好我也是要講到 這個實際兩個人的內文 我講的是朱立倫 她的致詞內容 以及侯友宜的致詞內容 那我想漢庭其實很多人在講說 昨天的安排就應該要是 別人先幫侯友宜 把前面要鋪陳的 或是要去講戲的先講完 到侯友宜的時候就是一個 集大成然後氣氛 整個力道做出來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部分好像也有採納 因為朱立倫有幫侯友宜 去講到侯的政見 那不關是這個 我們看到的兩岸關係 又或者是講到了能源政策 核電如何的放寬 核電要如何來使用 她都講得滿明確的 到了侯友宜之後 她也喊出了一句話叫做 反對台獨 反一國兩制 您怎麼解讀呢 當然 到目前來看 侯友宜仍然要爭取 非常多人的支持 從我們的聊天室留言 就可以看了出來 我們聊天室當中 有挺柯文哲的朋友 也有挺郭台銘的朋友 所以侯友宜作為國民黨的候選 他怎麼樣讓挺郭台銘的朋友 繼續告訴大家 繼續告訴他們 侯友宜比郭台銘好 怎麼告訴大家 他比柯文哲好 所以這是侯友宜 自己要去做努力的 那麼兩岸論述的這一塊 就是他所推動出來之後 我看完了他的全文 只有一個小小的感想 這個多講九二共識四個字是會死嗎 我也不太理解 所以那當然 因為整個的脈絡下來 基本上仍然是基於說 國民黨的一個主軸論述 從過去蔣經國一路到馬英九時期 然後和平的共處 然後最後因為民進黨的胡作非為 所以才有了兩岸的兵兵戰違 因此侯友宜必須站出來等等的 整個論述上基本沒有問題 但是最關鍵就是說論述有了 或者就好像他當初在 7月4號的時候接受到了趙少康的訪問 談了很多的一些政策 大家覺得他應該是要更有戰鬥力 更加的破釜沉舟 更加的大破大力 可是實際上 每一天新聞仍然會有各種的議題 那麼這些議題就是在測試 你的這些思想有沒有忠誠 就你在回應議題的時候 你有沒有基於自己的理念 自己的主張來回應這個議題 否則的話 你就等於只是表面上說說而已 那比如說如果你都順著 國民黨的脈絡下來的話 那麼應該對於ECFA 對於服貿或貿 就要更大力的堅持 對吧 那否則的話你就只是論述歸論述 但碰到具體議題的時候 就是先擱置 所以未來遇到各種議題的時候 必須要強而有力的回應 那麼就如同亮哥所說 這是我們民俗說法 這我昨天也說過 是什麼 就我大約在半年前 然後向神明請示 就請示到 旁邊我們要上個字幕 民俗說法不可盡興 就請示到說 在今年的暑假七八月 或可能是農曆七月 會有兩岸的兵凶戰危 我當時還覺得很奇怪 反正很多個聖杯 我當時還覺得很奇怪 就是因為兩岸今年應該是春暖花開 然後拜登要選舉 感覺也不會要刻意知道 兩岸緊張 大陸也希望兩岸要越來越好 疫情也解封 在當時沒有辦法理解 到現在才突然發現 到底是為什麼 就因為賴清德要過境 或串訪美國 所以八月 所以八月會發生三個重要的事情 三個日子 第一個就是賴清德要過境 目前的時間還不確定 可能八月十五十六左右 可能是大概十五十六左右 第二個就是823 是823的紀念日 823的紀念日 郭台銘會不會有所動作 他會不會到了金門 再度倡導他的金門和平宣言 所以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 那麼在823當天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宣誓 或者是一些活動 下一部分析我們進一段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說 老婆 我好想你 思念亡妻的官夫 你們兩個還算是人嗎 失婚的怨婦 尷尬的開始 你為什麼一直偷看我的屁股 不是 組長是個變態 我真的非常抱歉 真的對不起 就說沒關係了 安代理 他們有發展的機會嗎 組長的為人怎麼樣 你不是一個人去 我會陪你一起去 7月31日晚間7點 中天娛樂台 安美諾美白修護霜 五個孩子 孩子別忘了我 如果還愛我 你還能陪我 幾次日出日落 孩子別忘了我 不要停止想念我 沒你的關心 我會難過 好 我們廣告結束了 先感謝一些觀眾朋友的斗內 范真玉的斗內 哭哭的斗內 他說中天鐵粉蔬菜阿斯 家人都在醫院對抗病魔 請大家幫忙集氣 給蔬菜阿斯力量 陪著他挺過去 一個人實在太辛苦了 請大家給他多一點力量 一感謝這是拼善的斗內 他說 在全代會團結的氣氛下 真的很讓他心動想支持猴 不過很快的就恢復了理智 猴這個人他真的投不下去 就算強迫推銷也沒有用 感謝打斗內 他說河友宜光獎九二共識 就已經贏過了科匹跟功德賴了 他就說這個OK 好 月香公主的斗內 他說他是來幫侯漢廷的 他投給姓猴的 感謝觀眾朋友 你剛剛說的時間點有三個是不是 對 好 當然我們回應一下網友 我們要幫蔡阿斯祈禱 那麼要石流於光爐來 蔬菜阿斯 希望他能夠早日康復 好 我們剛剛說有三個時間點 第一個就是賴清德過境 然後第二個就是823 823的時候 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 有沒有要到金門 或者是有沒有要針對823 做一些紀念性的宣誓跟活動 或者演講 這些也都相關的重要 因為如果郭台銘又再度跑到金門 當然對選情也會有所衝擊跟影響 郭台銘的後續效應 在第三個 8月還會有8月底的雙城論壇 所以8月注定是一個兩岸會特別關注 都會討論到兩岸相關議題的月份 那麼這個時間點 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 或甚至是郭台銘 到底對於這些議題要如何回應 怎麼樣才能夠爭取到更多的支持者 舉例就是比如說 請問站在柯文哲或者是侯友宜的立場 你對於賴清德過境美國 導致兩岸兵凶戰危 假設當時又有圍倒軍演的話 你怎麼看 對吧 那你不能肯定賴清德赴美 你不能支持賴清德赴美 對吧 那你也不能說完全的一面倒 這就是譴責中國大陸 那你這樣的話就票同民進黨就好了 肯定賴清德又譴責中國大陸 那不就跟民進黨一樣 票同民進黨就好啦 選你幹嘛呢 對吧 應該是講說 那我去美國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跟大陸有互信 因為我們兩岸之間能夠和平共處 大陸反對的是民進黨 或只要我執政 兩岸就不會有兵凶戰危 應該是如此相關的論述 那到底細節怎麼拿捏 才能夠展現你的大器 展現格局 或者展現告訴台灣人民說 目前兩岸確實人處在危急的狀態 只要賴清德繼續當選 未來台灣很可能變成戰場 那麼只有下架民進黨 那誰才有機會帶領台灣走向和平 帶領中華民國 帶領兩岸 走向繁榮 所以這個論述在八月的時候 因為很關鍵 過去這半年以來 兩岸確實好像也沒啥事 也都解凍 也都春暖花開 所以過去這半年 大家在談兩岸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被民進黨貼上 紅帽的標籤 因為越沒有戰爭的風險 然後越和平的時候 越主張和平 就會被罵成是投降 但是越面臨戰爭風險的時候 大家基本上都是比較緊張 因為大家真的害怕打仗 才能夠凸顯主張和平者的可貴 所以現階段我們都知道 很多的支持者仍然不會因為說 大頭說要支持誰 就算我今天告訴大家支持誰 大家也不見得聽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主見 所以觀念在到八月的時候 是一個最能夠展現候選人 個人特質以及關鍵議題的時間 那麼希望候選人都要好好把握 是感謝一下這個胡口全四郎的斗內 他說希望明賢哥的節目 可以去訪問高嘉瑜委員 也感謝Terry You的斗內 他說請韓國瑜支持侯友宜 才真正的愛中華民國 對其實剛剛漢婷講到的時間點 亮哥同樣也講到一樣的時間點 不光是亮哥其實也有 據其他的大師也曾經講過 八月會有一些明顯激起直追的事情 我們不知道所以他只知道說 八月當然好有陣營 還有我們國民黨有非常多的造勢活動 有大型造勢 可是他確實也點出兩個時間點 一樣也是815跟823 815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因為賴清德到時候陣縫 他要過境美國 怎麼過境 大陸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剛剛你也聽到黃漢婷他已經講了 823其實不光是炮戰 大家的各自的論述以外 剛好今天是723再過一個月 當初大家也是從5月17號觀察一個月 這次之間的侯友宜的民調變化 好 現在目前大勢底定了 723全代會上面已經正式就確定 是侯友宜代表國民黨 要出來參選2024 從這以後的一個月到823 侯友宜的民調如果再沒有起色的話 亮哥他也認為說 到時候就真的會炮聲隆隆了 明顯議員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 從今天全代會之後 當然要爭取更多的團結 我覺得首先要爭取漢婷的團結 姓侯的挺姓侯的 這個很重要 所以包括我覺得剛剛漢婷 對侯友宜的一些兩岸論述 顯然雖然支持可是 但不是很滿意 我覺得這樣 侯友宜今天講的最主要是 九二共識之外往前延伸 九二共識哪裡來的 就是蔣經國先生開放兩岸探親 其實那個就是九二精神的 往前的延伸 因為兩岸之間現在互不承認 你如果互不承認的情況底下 哪來的開放探親 所以必須兩岸之間要有交流往來 所以在九二共識底下 才有九二會 香港會談 孤王會談 甚至之後的和平之旅 馬錫會 所以我覺得說 侯友宜今天對外宣示 他是國民黨這些兩岸政策的繼承者 剛剛漢婷講到 八月確實很重要 八月就是兩岸關係互動 侯友宜怎麼去實踐 就是說他是對外展現說 他是國民黨兩岸政策的繼承者 就要去實現 包括兩岸的雙城論壇 蔣萬安市長也對外宣示 應該蔣萬安會親自率隊 去上海參加雙城論壇 包括我們下禮拜一 明天我們就要抽籤 我們議員要抽籤 我們隨行的有三個 甚至八個也可以自費的 這些我覺得兩岸該交流就要交流 這些也是延續九二共識 接下來一脈相承的這些國民黨 延續說希望推動兩岸交流 所以侯友宜是延續了 接下來包括賴清德 其實他是過境 他並不是訪美 過去包括中華民國的政部總統 過境美國是有潛力可循的 可是賴清德現在是不是說 挾著過境之民行參訪支持 那就不一樣 像賴清德講說 未來希望可以走進白宮 不一樣 走進白宮變成說 中華民國跟美國是不是不交了 這個講法是不是說 變成說是改變兩岸現狀 這是美方樂見的嗎 如果是美方樂見的 英國倫敦金融時報 就不會有那個報導說 美方對賴清德的講法 是有疑慮的 所以這個針對倫敦 英國倫敦金融時報的說法 米娜到現在 完全沒有任何正面回應 所以賴清德到底過境 會做什麼動作 會不會有踩到紅線這一些 我認為 我不像漢婷這麼悲觀 我認為美方至少事前簡報的時候 至少會把紅線畫清楚 如果你真的踩到紅線的時候 美方會不會像2012年那時候 再透過媒體再去教訓賴清德 對賴清德來講 我踩過紅線 我可能在台灣內部出口轉內銷 再操作一波抗裝保台 可能再凝聚他勝率的選票有幫助 可是如果美方反彈的時候 我就教訓你說你賴清德 你就跟2012的蔡英文一樣 我就修理你 這樣會不會變成說 適得其反變成賴清德 你嚇跑了中間選民 你雖然得到了勝率選民的支持 把一些中間選民嚇跑了 所以賴清德到時候會怎麼做 他過境美國會怎麼玩 當然值得觀察 我覺得說對侯友來講 他對於九二共識的精神 對於兩岸和平交流的方式 怎麼去進一步論述 我覺得他要有實踐的做法 要做出來 才能進一步爭取到漢庭的支持 我覺得包括所有選票極大化 還要做更多的努力 等一下 我要先講 我很支持 我沒有不夠支持 我都為他去告賴清德 這樣才不夠支持 我來講這件事 對 很支持 你要我回答我 好 支持 我說我對總統有一個評分量表 誰能達到九個條件 我就支持誰嗎 誰支持九二共識 我都支持誰 對 這個你多次 已經跟大家分享過了 所以其實這個標準算是擺在那 歷史哥 我剛剛其實 因為還沒有讓你評到 韓國瑜的這一塊 我們也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忠實新聞網的民調 是超過有24000人參與的 說韓國瑜點頭出席全代會 不過大概只有22%的韓粉 會立刻就因此而回歸挺喉 有60%的是不會 因為韓粉自有訂見 有11%的說 有條件的會回歸挺喉 這是要喉先真心道歉才會挺 但我看到邱毅有一個這麼一個說法 他說這是金小刀的三個狠招 逼出韓國瑜不得不出席今天的全代會嗎 他說一是利用了鄭立文的喉下韓上將的言論 那韓國瑜當然不願意成為戰犯 只好出席來自清 還有最近不斷的炒作 韓兵要選立委 這聽說韓國瑜其實也相當的不滿 以及金小刀在前不久去拜會了張榮偉 導致現在彼此之間稍微破冰了 或是春暖花開了 這三個原因讓韓國瑜今天出席 不過我們剛才聽到 明顯議員也提到了 韓國瑜今天去他很Chill 而且並沒有讓大家感到他勉強 或者是覺得怎麼了 他感覺是自然而然來這個場子 所以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嗎 直白的講就是如果這個畫面 出現在三個月之前的話 這一切都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時間不對 有的時候感覺過了就沒有了 對不對 大家還記得經典的犀利人妻對吧 可是瑞凡回不去了 很多人其實是因為回不去了 你現在要他強迫他情緒去接受 我想是很有困難 事實上昨天那個場合真的非常的好 但問題就在於說 大家都提醒朱立倫 拜託 你要越早越好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跟柯文哲 人家早就已經洗好在那邊等你了 就你國民黨還沒辦法處置 然後當時提出來的理由是 我們這五月 已經是有史以來最早的時刻了 大家回想一下 如果同樣的畫面早三個月 我們有講錯 四月底就好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至少可以滅出很多很多的問題 因為鄭立倫 我們可以非常了解說 他的想法很清楚 他的戰力很清晰 就是既然要選侯瑜 那就早一點 如果早一點 沒有讓人家覺得說 就算還沒準備好 那可以理解 可是都到了最後 其他兩位都已經進入狀況的時候 這我這邊舉過一個很生動的例子 這個國小的那個操場對不對 中間是一圈 旁邊是兩個跑道 兩個跑道在幹嘛的 給人家練習折返跑了對不對 人家已經在跑道裡面跑 長跑跑了好久了 結果你還在折返跑的跑道上跑 看起來好像你已經 揪贏在那個田徑場上 事實上你有真的加入嗎 這是一個問題 不過回過頭來 晚到總比早到好 晚到總比不早好 當然不包括我 就是總之 就是今天我們看到這個場合 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其實至少釋出了一個訊息 就國民黨現在看起來漸漸在講 當然中間有很多人說 什麼跟張榮衛施壓 這些東西 就算是把1000個人嘴巴都縫起來 不要叫他講話好了 第1000你一個人 還是會有去傳出這樣的一個消息 大家都知道 這種不管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永遠都會有謠言殺死人 對不對 真身殺人 再講多吃一點還是一樣 孟母三千也躲不過 怎樣流言蜚語 所以我覺得今天 國民黨也不用去想那麼多了 都已經到這個勢頭上了 前面這怎麼看也沒有用了 對不對 勢者亦亦亡者可追 趕快的就佔到位置 趕快的 竟然有這樣的氣氛 這樣氛圍 說真的今天有一個畫面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兔子 燕子 跟漢子 我們當年18年在高雄市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畫面覺得說 這個真的那個氣氏起來 會讓人家覺得眼睛一模一致一亮 今天不管這個場合好或不好 但至少我覺得一定要肯定一下 韓國瑜前市長 因為韓市長他永遠就是很輕鬆的 然後把大家就是拉在一起 他那種好朋友 但是他那種海派的性格 就很適合這種場合 其實我們都要想一個問題 就是國民黨到現在 還有挑著空間嗎 還有想太多的空間嗎 完全沒有 誰能做什麼事情真心誠意的 請他就有戰鬥位置 比如說民進黨就很清楚 每次要分裂誰就出來講話 在兼裁院那一位 甚至跟我同一天的 叫陳菊 他就怎樣 他就出來做湯科 不管大家再吵 陳菊就突然說 民賢 漢庭 莎莎 大家來坐下來 吃個飯 有什麼問題 現在這個飯局上聊一聊解決掉 這就民進黨 他們為什麼可以選前分裂 但是到了要選舉的時候 大家團結一致 然後把這個終點拿下來 因為他們很清楚 今天沒有勝選 講再多都是屁 你現在高得再 端得再高 其實到最後怎樣 也是傻得一地 為什麼 因為你留不住 所以這個畫面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後面 有一個好的開始 但還是不要在行李如意 而是有真實的內容 其實譬如說這樣講好了 大家都知道韓市長很適合 就是把黨內大家找來吃個飯 然後這個活絡氣氛 然後而且很能夠交心 這是他的人格特質 對於侯友意來講 你有沒有辦法 請動韓國瑜 真實的去幫你做這部分的工作 誰去做什麼樣的工作 誰去做什麼樣的工作 其實滿重要的 還記得侯友意抓了金小道進來之後 金小道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朱立倫不要當走教練 你去當球隊老闆負責去募款 這個就是到現在為止 就整個國民黨的選舉 但不能稱之為機器 他還指這個裝置 他還沒整個運轉起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民進黨是個選舉機器 這是無庸置疑的 民眾黨他是從零開始 他一個部件一個部件 慢慢裝起來 但人家現在也裝得有模有樣了 譬如說他的進行總幹事是黃珊珊 他們空戰的總指揮是戰狼 陳志翰對不對 大家都各有個各有各的步驟 負責這個節目的可能是許甫 誰誰誰在哪個部分做得怎麼樣 但不管怎樣 至少這個機器是能跑能跳能撞的 那就可以代表他就進入了賽道裡面去了 現在國民黨的狀況就是 這個機器到現在到全代會這一幕 好像終於 終於有一個樣子 把它就做一個基本的組裝起來 但後續這機器彼此之間 齒輪卡緊了沒有 這個有沒有加機油 能不能潤起來 這才是關鍵 所以有這個畫面是好的 有這整個 這個應該說這整個氣勢起來 看起來至少已經差不多了 而且我有觀察 就是因為我們也有很多長輩的群 這個韓粉的長輩群 或是深藍的長輩群 我去看一下他們的活動 還是有一些不滿的 但是確實 人數的比例是一直在下降 當然這可能分兩種 一種是哀莫大於心死 我不理你 另外一種是看起來 好像國民黨慢慢在凝結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民進黨真的是太超過 我想大家最近都有收到電費單 昨天我說到 我看了一下 去年平均電費 跟現在的尖峰電費 差了1.34倍 非常的驚人 而且你說你知道不公平 你應該拿去年夏季 顛峰電價跟現在比 我的意思是說 去年平均電費跟現在高峰電費 為什麼這樣比 因為老百姓其實最有感受 我現在的電價跟我去年 大概是多少 漲 對 漲很多 為什麼這樣 我們為了為什麼買單 為了你的用愛發電買單 我心裡面就沒有愛了 你知道嗎 我是心碎一地 看到那個我荷包都心碎了 我對我荷包的愛很深 對你民進黨的愛越來越少 所以大家希望政黨輪替 所以一般那個民調做出來 都超過六成以上的民意 希望政黨要輪替 政黨要輪替就會寄望在神仙上 寄望在誰最有機會下降民進黨 前陣子對於國民黨的失望 包括侯友宜 最主要是來自於什麼 怒旗不爭 侯友宜真的罪大惡極 該把他打死嗎 再怎麼可惡 有賴清德可惡嗎 有什麼爛嗎 爛得穿外圖嗎 沒有 但為什麼大家對於國民黨會失望 會有這樣的壓力 為什麼會把情緒轉嫁到柯文哲身上 其實那個道理是一樣的 因為超過六成民意希望下降 結果定睛一看 最大在野黨國民黨 並沒有好好的扮演起 他這一個領導大家去 把政黨輪替下來 不是非得選你不可以 如果是PK局可以 所以我是覺得 這一陣子經過磕磕碰碰之後 侯傳隊也慢慢清醒了 也了解到 他過去兩次的這種優勢選戰的經驗 並沒有辦法套在2023年 2024年這場總統大軍裡面 如果真能套的話 早就已經現在是領先了 終於 至少不要到最後 還沒有辦法領 我想會更慘 總之這樣看起來 最後是一個我講一下 侯市長的變化 也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 特訓有差 這一陣子侯伴都把它藏起來 該講話的時候講話 不該講話的時候就不見 這慢慢特訓有差 第二個 整個人的柔軟度也出來了 其實選舉就這樣 要選的最小 這一句話一定要記在心裡面 三季就是什麼 拜託請問最後 當然還有理念 理念是一環 拜託其實就是 你不要看柯P這個樣子 柯文哲到的地方 他是非常非常柔軟的 而且就請義去講 你罵他 他也怎樣 還會保護一下當事人 譬如說前陣子很多人在攻擊他 跟中東警會面 問題是他還幫中東警講話 而且他跟中東警見面說 人家是很客氣的 所以再怎麼選 他選事不錯 但他也不是高高在上 全台灣現在目前選事 看起來最囂張是誰 他就只有爛 爛這樣 他就帶頭 他就一副就 正就是這樣 即將即位 你怎麼樣 我想 台灣人民受購民進黨了 就關一個電費 你看搞成這個樣子 更別說什麼雞蛋 口罩 跨一賽一大堆 滿坑滿谷的事情 大家要嘛希望真相 要嘛希望成員得選 要嘛希望怎樣撥亂反正 更別說兩岸現在 光是一個37個陸生 就要來統戰2300萬台灣人民 這種荒腔走板 腐爛到極點的一個陸委會 他還是繼續做 他還是繼續在挑戰你的智商 其實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不想再被挑戰智商 大家不想再被當傻瓜了 所以希望就是侯友儀加油加油 那越來越強 那這樣子再也都強 才可以整合完成 就像我們現在整合廣告一樣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何外的折扣喔 感謝蔬菜阿斯的斗內 他說首先先謝謝酷酷的斗內集氣 也謝謝像是漢婷 還有中天好朋友的關心太感恩了 願中華民國國泰民安兩岸和平 下架民進黨 也感謝何先生的斗內說 郭是輸在了誠信 他對郭現在講的話都打折扣了 感謝Davinci的斗內說 邱毅是親民黨的 親民黨主席是為了當這個 APEC的耳朵親律 有必要去討論這個人嗎 也感謝查理在東京的斗內說 心疼韓總猴打死不退 猴四年來人眼旁觀歲月靜好 我們還他一天投票日歲月靜好 不出門 也感謝Alex朱的斗內說 希望韓粉能夠真心放下 韓粉不團結起來 未來還是民進黨執政 也感謝CYYC的斗內說 請不要再糾纏過去了 從今天開始團結下架民進黨 也感謝Shing Lin的斗內 他說主帥如果有能力 旁人都不需要多言 颱風要來了 猴猴能不能撐過這幾個颱風 還是颱風來了更加深人民對他的怨言呢 請記住過去四年是沒有颱風的 也感謝胖番鼠的斗內說 趙少康說 團結的藍粉才能夠拼佔綠粉 大家以敵為師吧 等信號一響就知道要投會贏的候選人 也感謝何先生再度斗內說 我只問一句柯有沒有亞斯伯格陣 誰能夠回答我 也感謝DaVinci的斗內說 他只看到了新北幼兒園為要造謠抹黑 而且都是磕屁在台北市的爛灘子曝光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的斗內支持 不過對 剛剛其實講到郭台銘這件事情 我們剛講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國民黨的全代會 郭台銘也的確就選在了今天早上PO了這一篇 又是一個耐人尋味曖昧不明的文 我們不太知道他確切要講了嗎 還是還沒講呢 主要是他裡面提到說 他不懂什麼是安享天年 在他的人生辭典當中只有奮鬥與戰鬥 為他心目當中的和平繁榮清廉的台灣 奮鬥戰鬥到最後 以及我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 我會給大選與政治帶來新的風格 以具體的改變讓大家心中 重新燃起熊熊的希望之火 恨婷一樣是有講了些什麼 好像又沒講什麼 先前講過很多次 就郭董的參選到 如果接下來還要再參選 正當性當然是稍嫌薄弱 因為關鍵第一個 他在5月17號已經貼文發布說 要全力支持侯友宜了 未來也會支持侯友宜 第二個是如果說現況下 你的參選民調馬上跟賴慶德打拼 或者好歹變成第二名 還有一些空間 但事實上沒有 因為不論怎麼樣 民調都是在最後 而且是把大家全部都拉下去 再來第三是 假設說國民黨仍然屬於很不團結 就國民黨是各個諸侯 紛紛都不挺侯 然後都挺郭 這樣子才有機會 就是說假設侯 是一個很不得人望的 對吧 就表面提名 但沒人力挺 全部的組織跟實力 都支持郭台銘 當然說郭參選還有一些正當性 可是目前來看 就各種的條件郭台銘都不具備 所以未來如果再出來的話 當然就會遭受到比較多的質疑 當然我知道很多朋友 還是很支持郭台銘 像我是非常支持郭台銘的 《金門和平宣言》 在先前我也講過很多遍 因為我認為只有他為兩岸的未來 提出了一個具有可操作的方法論 而且未來真的是能夠長治久安的 所以我也認為像侯友宜跟柯文哲 應該盡快採納郭台銘的很多政見跟主張 對吧 尤其對侯友宜來說更是沒問題 因為對國民黨來講 郭台銘好歹也算是國民黨的知友 國民黨人士 因此郭台銘對台灣提出了很多的政見 不論他是國政 然後或者是社宅 或者以前的住宅政策 然後教育政策 國防政策 郭台銘提一個 你侯友宜就採納一個 國民黨就接受一個 所以久了之後 那郭台銘也會覺得 那我這樣還要再繼續丟政策嗎 我丟一個 你撿一個 我要不要再繼續丟 對於國民黨來說 這本來就是吸納所有支持者的 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當然大家會去質疑說 未來你居然採納郭台銘的政見 你有沒有執行力 當然這就是國民黨 未來要去說服大家的工作 所以我們覺得 郭董的政見是好政見 我們一定都會採納 而且我們一定都會落實等等 才有辦法去吸納到更多 郭台銘的支持者 轉而支持侯友宜 所以因為現在的選民 都是很自主性的 我們看我們的網友留言都知道 各方意見都有 今天也絕對不會是 哪一個人在上面 哪一個人在上面上說 我公然說挺誰 大家就挺誰 這完全沒有這回事情 所以不論是郭台銘也好 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 都是要盡自己最大的鼓勵 但前提是 因為今天並沒有一個 所謂的公平公正的 重新初選的機制 或重新所謂 在野大聯盟的機制 沒有 如果今天有人定出一套規則 說這個所謂的9月底之前 就好像蔡資源委員 或者一些人士所提倡 9月人士之前 大家重新比民調 那現在的話 可能還有點道理 但就因為現在 是沒有這種狀況 所以現在可想而知 檯面上的候選人 就是只有侯友宜 柯文哲跟賴清德 那我們人民就只能被迫當中 從中選一個 那如果郭台銘獨立參選的話 那勢必就是會強烈的分票 除非郭台銘有辦法能夠在 一個禮拜之內 短期之內 民調衝到第二名 或衝到這個跟賴清德打平 但現實當中 不可能有這個情況 所以就是事實很明顯 就我們只有三組候選人 我們要在三組候選人當中 選擇一個 第一個符合你自己理念的 第二個符合 能夠政黨輪替的候選人 我想要特別聲明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些斗內 其實我先再度強調 我們今天在場的來賓 他們平常都就是 找不到他們的時間 他們也會稍微看 聊天室大概講什麼內容 我也常常看到歷史歌 直接在裡面回大家 又或者是漢婷都會看到 斗內以及留言 所以其實有些斗內 如果他是針對特定 我們來賓講了什麼話 他不能夠同意的話 那如果裡面有寫一些 比較激動的言語 我不會全唸這件事情 我相信 這個部分應該也沒有 就是違安到任何人吧 而且尤其是斗內的這一方 他並沒有表達任何 對於我沒有全唸這件事情 有意見的話 也歡迎其他觀眾朋友 在旁邊 大家都能夠保持一個 有愛及理解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盡可能 尤其是我每次看到留言 我都直接會念 我們的每一位主播 跟主持人 也都是會直接念 所有的斗內的 那要不要念到 確切的一字一句 跟把所有的節目時間 都花在念這一些 也許有針對性 或者是他可能 單純想跟幾位 我們的來賓 有特別有什麼 講要互動的話 那是不是又耽誤到 所有更廣大的 觀眾朋友的時間了呢 所以包含像 柯P加油 這邊網友 他要我去效法 哪一位主持人 或主播 歐梅根都有自己的風格 那你抱歉大爆掛 別有那麼多的時間 可以全部用 我們今天題目還是開了很多 也請大家多多見諒 那其實剛剛我看到一個東西 要特別問一下明顯議員 就是今天侯友宜 他裡面談了很多 不過有人就說 有三個字 是我們剛剛提到這位PO文的 這個名字 他在今天是完全沒有提到的 就是郭台銘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楊明哥他也講說 這是不是跟侯的 現在陣營選戰策略有關 今天是隻字未提郭台銘的 郭台銘今天在國民黨 開權大會的同時 也PO了臉書 就是說 最關鍵的一句話就是說 雖千萬人無往矣 大概我們一般的解讀是這樣 郭台銘就是所謂的 拉弓不射箭 他對於2024 到底要不要參選 其實還沒有最後決定 你比較從正面 正面一方來解讀 他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郭台銘可能在保持一個 一個對自己比較有利的狀態 希望保持自己還是持續活動的狀態 假設說最後民調 像漢庭剛剛講 如果郭台銘民調 真的還是贏過侯友宜 最後是不是國民黨 還是有可能徵招侯友宜的一個 徵招郭台銘的一個情況 這當然是對郭台銘 他自己設想最有利的一個前提 可是對很多藍軍的支持者 就很憂慮 你郭台銘持續動作下去的話 當然半藍就持續呈現一個分裂的狀態 很多包括我的辦公室到 即使到上禮拜為 到這禮拜為止 還是有人打電話來說 你要支持 你要支持韓國瑜 你要支持侯友宜 你要支持郭台銘 上面的人搞不定 對於下面的人會造成一些 不要講精神分裂 會造成下面的人選擇上的困難 因為各個擁其主的話 藍軍實質分裂 你覺得一個分裂的國民黨 分裂一個半藍 怎麼對抗一個團結的民進黨 就有他的難度 所以郭台銘當然他參選有他的權利 可是他要宣布參選的時候 他當初就不要參加國民黨內的 內初選 至少因為有做民調就是一個初選 而且在初選結果公布的時候 跟漢婷講的 你郭董你也在臉書上 祝福侯友宜 也公開表達支持侯友宜 結果你現在的情況底下 還是朝著獨立參選去邁進的話 真的對外界來講會比較 比較誠信上會比較有所欠缺 所以我覺得今天朱立倫講 到侯友宜倒不是重點 我覺得最主要是講 朱立倫致辭的時候 有提到一個在野大聯盟 在野大聯盟除了藍白整合之外 對於整合郭台銘 其實國民黨還是抱持了一絲的希望 跟一絲的想法 所以這一部分未來不是說 侯友宜要去努力 黨中央要盡更大的一個努力 據我瞭解 朱立倫跟郭董之間 雙方有一支手機 而且是熱線直接可以通的 兩個只有單獨的電話而已 譬如說0919... 那個電話我不曉得 就是說朱立倫隨時要打給郭董 電話按下去兩個都可以通的 那郭董要打給朱立倫 兩個直接可以通 只是那個電話 應該電話會有繳 也一樣有充電 可以通 可是我不曉得 為什麼到今天為止沒有聯繫上 就是說你對郭董來講 他是認為說 他可以取代侯友宜的 他民調繼續跑下去 所以我覺得未來 包括今天全代會 電影一尊決定提侯友宜的時候 侯友宜在未來 至少一個月要把民調衝上來 至少衝到2成5 甚至接近到3成 國民黨那時候在初選的時候 我覺得只要 侯友宜民調起來的時候 郭董大概就會打消參選的一個念頭 所以對國民黨目前包括所有我們的基調來講 還是不打郭台銘 因為你還是保留未來一時整合的一個空間 至於說柯文哲的部分 我們目前大概也不會 主要的炮口也不會針對柯文哲 所有現在還是非力大聯盟整合 你要誰 要取代一個民黨 當然所有 現在包括至少6成是不投民黨 你要6成的選票你要占到最大成 所以現在還是要打綠為主 非力大聯盟所有窗口 還是要對準民進黨 沒錯 我們感謝一些觀眾朋友們的斗內 張家和斗內說 郭董引孔子孫子的學生孟子的話 希望也記得孔子說 自古皆由此民無信不利 也感謝郭台銘選戰總顧問的斗內說 他說郭董雖千萬人無往以搭檔逆轉勝 祖師爺謝長廷2024一定血戰到底 也感謝核先生的斗內 他說斗內本人的Da Vinci都不在意了 其他網友在在意什麼呢 也感謝鄭Cynthia的斗內說 聽我們支持爆掛 也感謝劉的斗內說支持主持人 希望國民黨三位合體能夠像福祿獸一樣 為台灣帶來福氣財富跟健康喜樂 也感謝Da Vinci本人的斗內 他說他支持我的做法 現在他爭論不流行call in了 不然他一定會打電話進來 直接傳達他的意見 話說他高中時就愛看 那時候就打電話去嗆過謝志偉的 反正有念 至少讓民主也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就好 也感謝這個Four Arcana的斗內 他說2000年總統大選陳水扁的得票率 是39.3% 2008年總統大選謝長廷的得票率 是41.55% 2012年總統大選蔡英文得票率 是45.63% 2024年賴清德得票率 要做好39%到45%的行李準備 民進黨基本盤在總統大選 可是鐵板一塊覺得也不用吵了 在野陣營能不能整合 就順其自然吧 能夠政黨輪替當然是最好 感謝觀眾朋友們的斗內 歷史哥當然像是紅衛委員 紅衛委員 紅衛姐還有提到說 郭台銘完全沒有退出 這一場選舉的可能 所以現在 我們剛剛看到這篇文 而且挑到今天波 他一定很有道理 不過當然7.23這一局 他沒有希望了嘛 他要繼續往下 但他說總是還要想辦法整合 否則會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講得沒錯 是 郭台銘參選 就是大家全倒的這個狀況 我們常常講賴清德叫Lie Lie 這個騙又躺對不對 這也同時有兩個意思 如果真要強化 他現在這個賴清德 現在又騙又躺的趨勢 真的郭台銘上來的話 肯定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這篇文章 特別選在這個時候po 意思很明顯了 郭台銘至少會連肅 我敢大膽預言 因為連肅 他一定有這個能量 要破百萬 沒什麼困難 為什麼 支持他的 再加上民進黨更支持他 加起來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這 目前看起來 他就是想要創造一點波蘭 或者是他想要表達他的意思 我覺得基於中華民國所有的公民 大家都有公民 都你可以做這件事 但問題是後果 是全體人 大家共同來承擔 因為很明顯的到現在 只要再也不要 沒辦法整合成一組 要能夠贏過民進黨 看起來還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非常支持 這個洪輝姐所講的 他說你要想辦法整合 因為只要不整合 基本上答案已經告訴我們 就在那裡了 還需要懷疑嗎 還有懷疑的空間嗎 我想這很正常 但問題就在於說 這個整合真的是非常困難 要怎麼整合 我剛才講了說 這個國民黨現在慢慢跑起來了 結果現在很多人打我說 歷史科 現在還有新的綽號 這哥變的科 都可以 都可以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理論 就是再也都強才有談的空間 怎麼說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現在如果說藍的比較弱 白的比較強 像現在這個民調的狀況的話 當然 柯文哲幹嘛跟你合 因為你有個落差 我搞不好單幹我就能過 而且更何況 對民眾黨來講 他的目標不全然 就是要把這個民進黨 給徹底的下架 因為他現在喊出來的聯合內閣 還有包括政黨輪替 但在這裡面 可能有包括幾個可能性 所以對他們來講 只有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兩個都強 大家就各有談 就我們兩個都滿厲害的 都有一定的強 都有一定的實力 但問題就在於說 兩個只要分而怎樣 分而敗之 和而怎樣 和而至少可以怎樣守之 甚至反敗為勝 舉個大家最常見的例子 現在的情勢大家不覺得嗎 我們先不講郭台銘進不進來 現在的局勢不很像三國嗎 朝衛這麼強大 那五鼠之間 那個不共戴天之仇 大家有沒有想 還記得嗎 首先關羽是死在哪裡 關羽是死在呂蒙偷襲 敗走邁城 最後是被吳軍所斬 他是什麼 關二哥 桃園結役 但問題就在於說 劉備 不過大家知道 要衝過去打了一場怡靈之戰 被陸續火燒連營三百里 最後病死白帝城 即便到了這個程度 但是諸葛亮選擇是什麼 還是連吳致魏 為什麼 因為很清楚 今天只要不聯手吳 抱歉 大家都被吞併 吳國也知道 雖然他贏了 但問題就在於說 如果他繼續跟魏一起打壓鼠的話 魏滅掉鼠 掉頭過來就打吳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從歷史的結果 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當魏滅了鼠之後 最後魏變成司馬迦 變靖 靖最後還是要滅吳的 這個就是一個 歷史的道理就長在那裡 現階段 百分之百一個問題就在於說 不管是今天民眾再怎麼強 我們都可以看到 你就算再怎麼用力的棄保 你能確保 你真的能夠單幹贏過賴清德嗎 我想這個都有困難 15%就是國民黨 有個基本保底在那邊 那個保底你要能棄到幾% 別忘了賴清德最近的民調 是漸漸從35進去往到40去賣金 還有人家的投票的動員率 那是非常高的 因為我早在上上個月 就在我們節目上面分享過了 就跟大家講說 早就回去 回家的時候 我就順便問了一下 家裡森綠的長輩 會不會 會啦 腳會不會回 早就已經決定了 他的投票動力可能8成5 9成 我試算過 以他現在這樣支持率 然後你這個投票動力 9成左右就好了 他得出來得票數 隨便都是40到45%以上 你要贏過他你要46% 我就問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人是40% 另外一個人40% 剩下的是什麼 20% 如果他的投票動員率最後 因為我們的總投票率 7成上下 最高到7成5 那已經超級高 一般7成上下的狀況之下 你怎麼算都很難棄保乾淨 所以現在狀況其實還滿明確的 就是說不管柯文哲現在在怎麼強 但國民黨依然這樣 就是人家說嘛 就算你看不起他 但受死的落頭比馬大嗎 他有這麼多執政的縣市 然後有一個很完善的組織 因為大家知道選舉 其實是非常吃這個組織 所以結果就是 弱的國民黨 他也很難跟民眾黨整合 一個很強的國民黨 他也不會跟民眾黨整合 那想反之易弱勢 那只有兩個差不多旗鼓相當 但又都會輸 但當該又贏不了 那這個時候才有聯手聯合的空間 這是我一直以來講的 都是這一套理論 我也從來沒有變過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樂見國民黨的整合 你也不用忧心說 國民黨整合會不會到之後 氣飽不乾淨 然後柯文哲就輸掉了 我知道有些人會這樣想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本來就不可能單幹會獲勝 這是一定的 但現階段國民黨慢慢恢復元氣 慢慢整合起來的時候 其實對於我們下降民進黨 反而是越來越接近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沒有廣告 台灣田邊原開發廠技術 擁有活性雙倍的BTDS的愛比茨康 是補充維他命B群的極佳選擇 吸收率良好 可在血液中維持高濃度 有效舒緩各種神經 肌肉急患之疲勞疼痛 蓄積一天的能量 活性雙倍的長效型維他命 給你元氣十足的一天 全省信醫日藥幼泉福倫 台安連鎖 以及領有西藥販賣 藥商許可執照的藥局 均有販售 二十年公益人霸氣姐 林若璇鄭重推薦 廣輪生技益生菌 您值得擁有最好的 原價一盒一千兩百元 現在開放體驗價只要六百五十元 現新顧客一人一次 活動至2023年7月30日截止 歡迎大家第二小時持續加入 我們的周末大爆掛 星期天下午的三點鐘 歡迎您上YT搜尋大新聞大爆掛 找到我們的子頻之後 幫我們按個讚 打開聊天室 一起加入觀眾朋友 我們討論內容的行列 很感謝大家今天相當的踴躍 很多留言 我都一瞬間沒看到就過去了 有時候沒看到 可能也比較不會那麼那個對不對 那感謝一下歷史哥的抖內 還有力挺中天大爆掛團隊 也感謝我們剛剛的這個是 虎口全四郎的抖內說 國洞出來選商最重的會是柯 那猴就有機會拼第二 柯變成第三 就有機會被整合國洞出來選對 國民黨可能會是好事 也感謝張梅華的抖內說 票投柯文哲的話 票票多打折 票投賴清德 票票多無德 票投侯永宜有情又有義 他也感謝是蘇泰阿斯 給他的這個資料來源 也感謝Da Vinci抖內說 柯P就是墨綠的 投柯P就是投賴 柯要用綠的來當行政院長 那投柯跟投賴不就一樣了嗎 也感謝何仙仙他的抖內 我等一下再來唸 也感謝張梅華的抖內 他說唯一支持侯友宜 以及Da Vinci抖內說 他也要幫我Q下一位來賓好 感謝何仙仙張梅華跟Da Vinci 幫我們Q來賓 這個第二個小時 除了亨廷議員 還有我們的歷史哥 持續陪我們以外 我們的董哥也來了 記得多喝水 是 大家好 還有左教授 大家好 是 那當然看到董哥 那個新聞圈的活字典 要幫我們來分析一件事情 其實一直以來 我們從民選總統至今 已經經歷了七屆的大選 可是一直都有一個叫做八年魔咒 也就是沒有一個政黨 連續三次都可以取得政權 每八年就要政黨輪替一次 那當然你看1996年 2000年 2008年 2016年 都是這樣一個進程的 大家就會很關心了 2016到現在2024 總該換人了吧 不過這當然還是我們剛剛 整個前一個小時提到的 你要先看非綠陣營能否整合成功 才可以讓賴 有沒有可能會打破這個魔咒 到底要繼續給他們四年 還是我們這一次的八年過後 終於又可以再現政黨論題 因為現在選舉還有快半年 他現在整合其實 講的其實都沒什麼用 大概從半年多前就在講 藍白要合要怎麼樣 那時候柯文哲的民調只有十幾 柯文哲都不願意了 柯文哲現在民調有30 他要跟你合嗎 這個想也知道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了 你現在在目前這個階段 當然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國民黨尤其需要努力 他必須把所有 就是其他的力量 盡量把它整合過來 這個其實你看到了 有非常多的成果 這兩個禮拜 其實成果已經很多了 本來你要是往兩個禮拜前去推 只要每個禮拜三的中常會 就一堆人要拉下喉 要水 現在完全沒有這些聲音 這個整合就拉下 今天韓國瑜表現他一向的大度 他到場擁抱兩次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大家都已經響應了這個號召 當然大家講郭台銘 郭台銘我老實講 其實就不必理他 他愛嫌就是嫌 有嫌人就是任性 對不對 他愛嫌就是嫌 你真的沒辦法 他想怎麼樣 有誰有辦法左右他 他一向這樣 一向說話不算話 也是大家眾所周知的 他想怎麼樣 其實你就不必理他 因為你把鮮血發為他身上 不值得 他講的那些話都是 都很漂亮 其實也沒什麼用途 什麼金門 什麼和平協議 我就是金門人 我們金門本來就是這樣 還用你來什麼和平協議 和平協議本來就在 本來就一基對不對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 九二公司在台 本來就是 各位你有沒有看到 今天有一幕感動的 今天馬航九基金會 那些學生回大陸 他們在機場 大家擁抱在一塊 眼淚都流下來 大陸的學生來 你看有多少粉絲 找他去簽名 這就是台灣社會的常態 沒有政客下去操作的話 他就是常態 帶領大陸團來 叫郝平 他是北京大學的書記 前任的校長 你看他覺得說 兩岸就是血龍與水 這也是事實 這個還有什麼說 我郭太平 當下我就有兩岸和平什麼 民進黨執政才會沒有 那所有 你所講的這一套 這一套本來就是國民黨 馬上有時代在做的 那如果國民黨在起回政權 當然他依照這個繼續做 兩岸一定就不會兵兇站圍 這是常識 因為國民黨是一個團隊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我們就是只好努力做自己就是了 那現在國民黨慢慢 很多人你可以看到 力量都來了對不對 陳怡甄也到場了 這就是大家手講 好像很挺勾很怎麼樣 沒有啊 對不對 在前代會的旗幟下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的氛圍就出來 出來以後 當然他整個動作 有時候未必是很快 他就是慢慢 大家有一些想法和旗艦 稍稍不一樣 他就合起來了 就是這樣 那現在還有五個多月 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 這樣的即便慢慢成型 然後現在柯文哲 覺得說自己比以前好嗎 不是耶 其實這幾天柯文哲慢慢有些東西在消 消退 所以很多人講柯文哲大概 也大概就這樣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 因為你前期很多人 這三個候選人 他其實過去在政治上 都已經很多年了 柯文哲也做過八年台北市長 所以你很多東西是要被檢驗 就你今天講了多少天花亂醉 大家會檢視你過去做的時候 你到底做怎麼樣 那這個就是說 你有行政首長的 一個經歷的話 就會被拿出來檢驗 那這些其實在選舉裡面 都是非常平常的 所以我們看 今天國民黨前台會 下來當然就不太會有什麼聲音了 當然還有非常 極端少數的人會說 我要去挺郭 那郭自己也其實心知肚明 等於說他的民調 他自己也很清楚 那他現在為什麼要說 他好像還沒有放棄 或怎麼樣 當然他會覺得說 我還有個機會是怎麼樣 只要登記之前 對不對 9月登記之前 他好像覺得說 如果你活有一道個民調 勝各位數 那他當然有機會 但是這個也不可能 因為國民黨已經 已經算整合大部分都成功了 所以可以看到 這就是一個態勢在往 國民黨在往前走 民調在往上升 這個是一個態勢 這個是基本的常識 那我們看到 其實台灣現在非常多的問題 就是怎麼樣 我們的出口連石黑 這個其實跟老百姓影響很大 可是在整個政治的氛圍裡面 你就很少看到這些東西 被扣大報導 這跟老百姓經濟最相關的 對不對 你有看到這些相關的報導嗎 沒有 就是說覺得好像新聞都做很小 沒有錯 這個其實就可以看到 媒體在整個選戰裡面很重要 當媒體被民進黨全部掌控 90%的時候 他很多對他不利的消息 他就不會登 他就是這樣 然後他會去催化一些 譬如說他現在主打柯文哲 今天這文戰 就出來打柯文哲北流 就說你胡說八道 我們沒有補助你沒有錯 高雄我們也沒有補助 他就開始 他說要比照高雄 對 你比照高雄 大家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進黨 他的矛頭其實 這一兩個禮拜 他的那個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你柯文哲 步步進逼 然後你又有館長 又有黃國昌這些人 這些人你本來是要 0716要在凱道撿起千堆血 可是你可以看到民進黨 整體出征的時候 那個人潮或者群眾就變減少 所以民進黨還是有他很高的手段 這手段在哪裡 在於媒體跟網路 他在網路開始攻擊你 攻擊黃國昌你家的旗營地 你家的違建怎麼樣 那很多東西就慢慢的消下來 都會 所以民進黨你要看他的目標 柯文哲開始會這樣 是他故意讓他大的 要他吃掉韓國瑜 把韓國瑜變第二 第三 第二變第三 他其實是有這樣的節奏 所以不要看民進黨好像 都沒有在做什麼 他們其實是有一個策略 有個節奏 這個節奏就是我在節目上 好幾個以前講 就是433的概念 我要讓你一直拉扯到 你們兩個都是哪3 我哪4 對不對 選舉不管多少人去投票 我就是40% 你們兩個就是平分60 你們兩個越靠近33的話 我會好險 對不對 要不然佛友宜35 柯文哲25 我也好險 其實他一直是這個概念在打轉 民進黨既然有節奏的話 等於說包括藍營 藍營當然是在野黨最大的黨 而且也追技實力的黨 你就自己變得要 好好的來審視 這一場險戰裡面的艱難 艱難就是說 你跟柯文哲拉得A進的話 民進黨就得逞 現在這個險戰就變很難打 我要不要打柯文哲 打的話 好像跟民黨一起打 好像也不太對 你不打的話 人家又說柯文哲做了這麼多 事情做得不好 台北市議會最清楚 北流北義一件一件拿出來 其實都很不堪 真是都是很笑話的對不對 柯文哲在台北市 是把台北市當實驗室 他在這邊做多少整合 這整合做出來是怎麼樣 是被人家笑死說原來你什麼都不會做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了 台灣的情況這一場是很特殊 你剛剛提到了 說每個人都有一個八連謀作 其實在選總統裡面還有一個情況 過去連頌和那一天我記得是 民國2002年的2月14號 那一天是情人節 那一天宣布的時候 民調是百分之五十六 陳水扁只有二十幾 可是險戰下來 大家知道陳水扁打贏了 我們很多人他想法都說 柯文哲有多少 加韓國一有多少 加起來就多少就可以打代誰 可是嫌疾不是這樣 嫌疾不是說 你有百分之二十五 我有百分之四十 我們加起來就有百分之六十 不是這樣 嫌疾當然不是這樣 就我獲嫌人我叫我自製的 你全部去投誰不可能 他就是不可能就是他為什麼 因為險景裡面很多東西 是一直在變化的 陳水扁為什麼要打敗連頌 因為陳水扁喊出一劑 就是當然兩顆子彈之外 他還打出一劑話 一號是台灣人 二號是中國人 那是有效你知道嗎 有效你說我當然是極度不認同 可是他有效他對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就跑出來投票 兩個子彈 陳水扁怎麼講 國民黨配合共產黨 要打死台灣人的總統 就很多人出來投票 就是那時候 怎麼搭鐵路搭什麼 都到處坐飛機回去投票 那時候的現象是這樣 所以它裡面有非常多 不可測的因素 讓我們很多東西現在談的時候 變成言之夠早 為什麼 因為你不曉得未來的變化 譬如說郭台銘到底 會不會獨立參選 這就是一個大家不可知的變化 對不對 當然郭台銘獨立參選絕對露選 有些人是我即使露選 我也要選到底 因為我要拉下某個人 就這種選舉在台灣內 每一屆都有 都有一個專門在拉別人的 每一屆都有 所以你這些你就變成 不要去考慮他了 考慮沒有用 因為你做多少努力去整合 譬如說大家講說 你應該朱立倫你應該打電話給郭台銘 他不會接 大家都很清楚 你聽侯友宜講 侯友宜說我兩個一來打電話 跟他聯繫什麼 不得其分而入 因為他知道你打來就是要整合 我現在不想 目前的監察我不想讓你整合 我也不好說什麼 我乾脆就不要接 對不對 你打來簡訊我也不回 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還要有個時間去磨合 這個磨合是什麼時候 就是登記之前 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 你這段時間 你不能每天去跟他說 我一定要跟你怎麼樣怎麼樣 這些都不需要 這個時候你要幹嘛 你哪個地方票比較弱 你就去進攻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都跑 都跟當地的一些名利代表 意見領袖都結合 然後去探尋 這個地方到底什麼樣比較牽涉 哪些東西是比照大家所希望 你如果當選總統可以為我們 這個地方做什麼的 一定的選戰是這樣打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很多人 就是說他沒有想到這樣 現在當然郭大平 因為他沒有身分 所以國民黨很多人 還跟他佔一塊 因為他沒有總統身分 他如果已經說 我今天宣佈我要選總統 國民黨誰要再跟他佔一塊的話 當然就是開除黨籍 這還有什麼話講 人家已經宣佈了 那是已經另外一個了對不對 如果你把這些東西都確定的話 那選戰就會越來越往好的方向走 對 沒錯 感謝一下我們熊福利的斗內說 董哥讚 歷史哥給你一點加油 唯一支持侯友宜 也感謝Irene Lee的斗內說 董哥在僑胞當中很有名 網軍在圍剿國民黨製造藍營的對立 韓國瑜愛中華民國和國民黨 韓粉也愛 韓粉是不會傷害中華民國和國民黨的 也感謝EGKA 06233的斗內 他說大暑在居家看天下眼光跟著董哥 他也說清涼同島台灣俠 董哥平安 也感謝蔬菜阿斯的斗內說 管你是什麼粉都不要炒 尤其是假韓粉 綠粉 柯粉帶風向 真韓粉是韓市長支持猴 我們就支持猴 也感謝你的斗內 也感謝QQ的斗內說 敵制網軍來拉仇恨 搞分化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的斗內支持 左教授 我們剛剛在講的是鄭文燦 鄭文燦在昨天呢 其實這應該是在新北的嘉義同鄉後援會的這個場子裡面 他是怎麼來解析現在檯面上的這三位參選人 他說只有賴清德準備好了 其他一個沒有準備好 一個根本沒有團隊 如何讓台灣的經濟和平有保障 唯一能信賴的只有賴清德 那當然準備好是什麼 因為你有整個政府陪你一起 銀彈都準備好 當然你的民調也跟著準備好了 我們知道的是文化部 這個之前大家在談的 叫做文化成年禮 本來應該是18到21歲的 會獲得1200點的文化幣 結果現在跟你說了 明年要放寬勞擴大發放 我們原本18到21 現在變16到22 所以100萬人直接增加到150萬人 你銀彈都準備好 當然你是唯一一個準備好的阿左教授 對啊這個沒有錯 第一個銀彈準備好了 第二個網軍準備好了 那第三個台獨路線也準備好了 那事實上其實你看賴清德 他這個鄭文燦講的說他這個 這麼多年的從政經歷非常的完整 而且有非常豐富的歷練 不過呢這些裡頭 我們也可以看到另外一個 什麼準備好了 固執的賴清德準備好了 賴清德在台南市長的時候 因為這個李全教擔任議長 他就不願意進入台南市議會 有兩百多天 所以他的個性其實還是沒有改 那你看這一次 他這個在競選的時候 他就脫口而出說 台灣總統要走進白宮 這一下把大家都嚇壞了 蔡英文當了將近八年的總統 他從來不敢說他要走進白宮 你現在 不管未來的中華民國總統 有沒有這個機會 被賴清德這麼一說 如果他真的當了總統 那我看美國就不敢邀請他去 去這個白宮周圍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只要到了白宮的周圍 他就會說他要走進白宮了 那這個對於美國來說 這就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所以我說對他準備好了 第一個銀彈準備好了 第二個網軍準備好了 第三個固執的個性始終如一 那當然我也可以說 他這個台獨路線 台獨的務實工作也準備好了 但是這個是人民要的嗎 一個準備的各個方面 不是人民要的總統 那他能夠適合來擔任 這個總統這個角色嗎 那我當然覺得 其實鄭文燦呢 當然他現在希望 在這個服選的工作上 能夠賣力表現嘛 那能夠希望在未來呢 能夠繼續在賴團隊裡頭 扮演發揮這個關鍵的角色 事實上鄭文燦也跟他 跟賴清德也都是 新潮流的系統 那一北一南相互呼應 所以這也不令人意外 當然我覺得民進黨是會 是很容易創造金句了 不過這個金句也漏洞百出了 那我覺得其實賴清德 大概現在會碰到的一個問題 有的人是說賴清德的這個民調 還有在向上移動 有的人是說他的這個民調呢 其實也不是所謂的天花板 只是因為人選不明確啊 或者現在民調的這個情況 都不可能有超過達到五成的 這個民調的顯示 這個我覺得這個 從過去的民調好像也說得通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為什麼賴清德 會有這麼多的質疑的聲浪 就是因為第一個 小英德現在這個蔡英文 蔡英文的這個總統的路線 他的兩岸路線 已經讓大家非常擔心了 結果現在賴清德 他還要比蔡英文 在他的總統路線 在他兩岸路線上 還可能更激進 而賴清德說 他要繼承蔡英文的路線 可是他繼承了蔡英文的路線 是2021年的兩 這個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個是蔡英文兩岸路線頭 最激進的部分 就是賴清德繼承的部分 所以這個當然讓美國人 就不放心啊 美國人就會想說 那你賴清德是不是能夠 像蔡英文一樣 這個能夠兼顧到國際 兼顧到台灣內部的這個想法 這些種種的 就是蔡英文沒有做好的部分 賴清德不可能做好 蔡英文做得好的部分 賴清德也沒有辦法完全繼承 那你說他準備好了 我認為那可能就是 他的極限就在這裡 所以他說他準備好了 也是沒錯 但是這樣子的準備 可能不是人民希望看到的 我們要準備進廣告 等一下廣告回來之後 大家千萬別走開 我們要來問一下 關於最新的民調這一題 會交給漢聽 馬上回來 小豪小豪在忙什麼 我在看汪汪孝新獎 我跟你講這回獎金超高 第三屆汪汪孝新獎 開跑了嗎 而且還有孝新團 當評審團榮譽主席喔 太新年了吧 現在起上網報名 一直到8月31號晚上12點為止 趕快來參加吧 孝順是一種態度 說愛是一種溫度 快來參加第三屆汪汪孝新獎 持續極端影片創作大賽 等身體老了 天氣沒了記憶 這麼多的1450在罵喉 就知道今天 國民黨勢必做對了些什麼 他們最怕國民黨團結起來 支持喉 韓市長還有政治生命 為國為民來服務 當行政院長也是全民之福 大家別被影響了 今後團結打綠批科下鍋吧 感謝觀眾朋友的斗內 安漢婷我們來聊一聊 就是昨天這個台灣民意經濟會出的 蔡英文總統聲望 老實講我是一直都比較悲觀的人 所以我只看到 他居然還有41.7%的人是贊同的 因為我們認為 綠營執政真的是讓大家覺得 除了撒錢以外 沒做些什麼 不過大家是要看的另外一邊 不贊同的48.7% 這其實已經是蔡英文總統 聲望第四度探底了 其實也是他的 第四度執政困境 所以表示716的遊行 某種程度上還是有效的 多少還是會衝擊到 民進黨整體的形象跟狀態 先從鄭文燦的言論開始講 他說他罵藍白 一個沒有準備好一個沒有團隊 所以說他是有準備好的團隊 對啊 民進黨就是一個 準備好的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什麼都準備好 那你要投給詐騙集團嗎 當然不要 所以你準備好了或你有團隊 那要如何呢 你的團隊就是專門準備好來撈錢的 你的團隊就是專門來禍害台灣百姓的 要繼續給大家吃萊豬打高端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你就算準備好有團隊 那又如何呢 因為你本質上是在禍害台灣人民的 早就應該要把你下架 時間還有半年多 侯友宜也好 柯文哲也好 都有時間跟能力 把這一些的團隊給籌組起來 而且當選之後到真正的520 本來內閣人士也都是在慢慢佈局 我們當然希望 侯友宜能夠說 我是希望所有的總統候選人 能夠在選舉之前 就能夠把既有的內閣人士團隊 都已經安排到位 為什麼這才能夠真正告訴大家說 我們是全力準備好 對不對 像是2008年大家最有感的那支廣告 我們準備好了 全台各個縣市首長都團結一句 然後告訴大家說 我們準備好了 但實際上很多的內閣人士 行政院長任命誰 其實也是當選之後才逐一安排 我當然認為未來有機會的話 這些都能夠提前準備 或者是讓我們知道說 你未來上台任用的是這些人 我們也比較能夠安心 所以柯文哲先前被質疑說 他要讓國會的多數黨 你就要等選舉完後才知道 所以你搞不好也會任用這個 像當時吳子嘉就問他 該不會王美華會繼續留任吧 柯文哲說沒有 所以大家就不知道 你未來要任用的人是誰 所以如果侯友宜能夠也 在接近選前的時候告訴大家 未來他們的內閣團隊人士 經濟部長真的是一個懂經濟的 教育部長真的是個懂教育的 國安會真的是懂國安的 不要像民進黨這樣 這是農委會的也不懂農業 就整天只會哭跟發錢 然後經濟部長也沒念過經濟學 然後這些奇奇怪怪的 那樣子才有辦法讓人民所幸福 第二個我們看到說 蔡英文的執政滿意度 現在叫做所謂四次的下滑 但是這四次下滑 其實也沒有下滑到多少 就繃在那邊基本盤 就是四成 你如果真的硬要比的話 疫情期間好像他的支持度 也沒有繃到四成以下 那多可怕 就表示什麼 疫情期間 人民死傷無數 然後民進黨倒行逆施如此嚴重 但基本他都還有四成的支持度 就跟2008年 陳水扁貪腐成那個樣子 民進黨難看到那個樣子 但最後謝長廷也有四成的支持度 所以表示在台灣 就是有這四成的民眾 是永遠深綠的死忠支持者 他就是永遠死忠 很難把他喚醒 那不是不行 但是確實是比較困難 這些比較困難怎麼辦 當然就只能靠近距離的 一對一的 然後做深入的溝通 這才是有辦法 你說要靠大規模的 什麼各種媒體什麼 那是相當困難 所以關鍵在於說 目前不贊同蔡英文執政的 這些人士 當然希望 尤其在這個月也能發現 民進黨好像推出來的 一些利多政策 感覺也沒有凸顯在民調上 推大學的補助 結果好像也沒有凸顯在 大家就覺得非常贊同你的執政 似乎你的這些利多 並沒有轉到民意支持度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就是在撒幣 大家知道你就只是為了選舉 在綁莊 所以我領錢 我可以領得很開心 而且現在也沒領到錢 對吧 你又不像是那個什麼 巧遇的大學生說 現在就領到錢 為什麼 現在又沒領到 所以你有了這些補助 但都是什麼 昙花一現 都是空中樓閣 淨花水月 學費補助明年才給 那我現在滿意啥呢 同樣的現在又推了什麼 叫做文化成年禮金 1200點文化幣 大約要耗費2.86億 也是什麼 也是說明年才給 明年才給 我現在當然也不會買 因為現在錢也沒發到我手上 但這更加證明了民進黨就是 只會撒幣真正的治理 徹底無方 我認為下一屆的總統當選之後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要盤點台灣所有各種奇奇怪怪的補助 還有相關的社會福利 因為很多福利證件 你單一說 你都不會覺得有問題 你就說我們給青年一點錢 然後讓他可以去買書 讓他可以去聽音樂 有點接受藝文 你單聽你覺得這個好像補助 也有點道理 可是每一個你都覺得有道理 但每一項發下去的時候 我們這個社會預算是極為龐大的 你就會發現在所有的政府支出當中 總有一些預算是應該要增加的 這麼多的福利 總有一些福利 其實重要性沒那麼高吧 比如我就認為 發錢給20歲的年輕人去買書 不如把錢幹嘛 拿去救助偏鄉醫療 拿去救助貧困兒童 拿去救助給這些健保的補助 這應該比較重要吧 用在長照 用在0到6歲國家養 應該更重要吧 所以一方面面對民進黨的撒幣 我們不僅是批評 我們更希望所有的候選人未來要能夠 全面盤點台灣的各種社會福利 而且不要畏懼選票的壓力 該刪減就刪減 因為我們要把錢花在更有用的地方 感謝我們張梅華 等內說一個整天胡說八道 一個是一天到晚都在騙 一個默默的做事 友誼堅定不移 感謝觀眾朋友們的等內的支持 歷史哥我來問一下 賴清德在兩天前曾經PO過一個 就是關於他如何具備了最佳的治理國家 還有領導國家的保證 這樣圖剛好就配上了他裡面提到的 他制了克服了台南淹水災情 那謝榮介榮介先幫大家去做整理 像是2014年3月他那時候還是台南市長 他就有回顧喔 請注意是回顧政績 像最後三爺公西淹水了30年 他靠三年解決 那我們剛強調2014年的3月真的有解決嗎 2014年的8月十億的書紅道一用就他 2018年的8月三爺公西的暴漲 造成了71個人受困 接下來我們印象超級深刻 因為當時在下完雨淹水之後 我們還特別去那邊做專題 所以我對三爺公西是相當有印象的 當地里長也直接說到 他所做的一些建設等等的 是治標不治本 結果此時此刻他還把治水那時候想要重現 賴神的成功方程式想要套用到2024 他來治理國家 這個是不是有點舉錯例子了 所以這是什麼 這叫平常你可以偶遇 但水災你只會遭遇 所以他是直接怎樣 直接就破功了 其實賴清的治水很爛這件事情 我們如果稍微有眼睛的 大家都看得出來 除非你知道嗎 把刺起來拿肉勾到 碰風水雞才沒辦法 他就是推出來的一個現象 為什麼叫賴神 大家別忘了 叫什麼 叫賴神券童 為什麼 因為他當時很愛放颱風架 人家都放 我不放 因為我準確預測天氣 結果怎樣 結果就破功了 這個小妹妹你為什麼不回家 廢話你不放假 你到一半才放假 讓小妹妹挨著颱風天的風雨回家 所以後來被人家做成梗圖 笑到現在 他說30年的工程 我三年就做好 結果三個月就破功 我們可以看那個數據對不對 2014年3月 結果到2014年8月 就是差不多 三個多月 四個月 五個月 差不多就破功了 其實遇到這個傢伙 他常常會用吹牛的方式 就他喜歡設定一個人設 你會說他中分頭 拍照的時候一定要睡得好好的 然後穿著西裝 不過有一件事情 倒是賴清德的本事 就在台南那個地方 可以天天穿西裝 我是真的滿Respect的 真的滿乱的 對 很乱的 可能他裡面自帶冷氣 尤其是圓山大飯店那一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今天劉蓋森把這話給講出來 真的太好 為什麼 終於有機會把賴清德 擺到全國來檢視 因為我們知道 賴清德或陳其邁 或者他現在進行總幹事 潘孟安這些人 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們都有一個特點 最近這個思維權林傳媒董事長 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老男男 以前我們知道有叫老男男 老男男的話是指林權這一些 過去在國民 這個可能在國民黨體系長大的 這種執政官員到了民進黨 然後當時被批判 那老男男是什麼東西 老的南邊的男性 就是像是賴清德 像是陳其邁 像是這個潘孟安 像這些人 他們長期不用被檢視 靠著什麼 就像剛剛漢廷講的 就2008年民進黨 還可以得票四成 那你就想那南部要得票幾成 這就是個現實 尤其陳水扁或者是綠營 向來在中南部 雲嘉南高頻這些地方 得票都非常高 我作為一個高雄子弟 我非常了解這樣的感受 因為對他們來講 這東西是感覺的 你給他數據他也不會相信 他跟你相信什麼數據 因為我相信的是信仰 我相信的是支持這個民進黨 所以我就可以達到怎樣 譬如說我要台獨 台灣就會幸福快 我們台灣人民站起來 只要不是民進黨 台灣人民怎麼辦 都趴下去 這就是他們的想法 所以對他們講 現實數據不重要 你看三爺公西 這麼誇張的一個事情 這劉蓋生他講得很清楚 他這個2030年 淹水淹了30年的三爺公西 當時賴清德說他三年內 任內三年的解決 十天後一場對流雨 提防工程花了十幾億 直接就擊潰了 8月就是剛才所講到的那一個 然後2018年就是剛才說到的 竟然還有人被困 所以他的這個狀況就是 他們喜歡一個很漂亮的人設 那個人設 如果你在外面看 五星市長 五星縣長 看起來很好看 可是事實上他真有執政能力嗎 難道你的執政能力就是200多天 不進議會嗎 你的執政能力就是 登革了死的一大圖圖 然後蔓延的亂七八糟 然後繼續告訴大家說 沒事 會死的都是怎樣 身體比較弱的 這就是他的態度 這是為什麼現在有超過六成的人 希望政黨輪替 對於賴清德這樣的一個執政的品質 大家去台南 假設賴清德這麼厲害好了 大家最喜歡用什麼 用腳投票 我就問 台南是人口移出區 還是藤口移入區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就到底大家對於他是 移開還是移入 那跟台北不一樣 台北是因為雙北北壘基 這個他是一整個都會圈 他的人口他會往四角是移動 可是對於台南這個地方 請問台南移到哪裡去 移到西北 移到這個移到哪裡去 大家去想一下 而且我跟大家說 賴清德執政台南之後 他是嚴重的偏心 我不知道莎莎知不知道台南縣市的一個 宿院 很簡單 台南縣的中心在新營這個地方 新營這個地方叫西北 西北這個地方有個圓環 以前是台南縣政府所在之處 我知道董哥應該很熟悉那個地方 那個以前地方很熱鬧 很多好吃的東西 還有很多店 像是服飾店什麼都在那邊 現在那個地方幾乎是鐵門 鐵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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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東西他通通不管 他是 其實他很小心眼的 他這個 他只要他的正義 譬如說鹿兒門 他後來他的市政府在安平這邊蓋 安平還沒弄得好像還可以 可是除了那個地方之外 反正 反正記者來就只塞這邊 我只要偶遇記者的話 我也只會偶遇這邊 不像這個大水對不對 我剛才講的 淹水他沒辦法預測 隨便的時候遭遇那些東西 通通通蓋掉 蓋掉 蓋掉 在南部就是這樣 蓋新聞 綠色電台每天啪啪啪啪啪 然後告訴你這一些 在地下電台 賀恩的鑰匙 最近剛好有一個網友給我留言 一個粉絲 他說 最近他老爸老媽沒有這麼咬牙切齒 就是在怼在野黨 他為什麼呢 因為他回去 偷偷把他的YouTube裡面 所有的綠媒通通蓋掉 按不推薦 不推薦 不推薦 突然之間他爸媽好像突然清醒了一樣 最近南部 目前南部你沒辦法 電視打開還是這個 然後LARIO收益機打開還是這個 所以他們就整個是這個樣子 有的時候人那種偏執 然後被那個訊息包覆的時候 就算你給他鐵打的真相 他也是給你一個流水的意思 他完全不信到 譬如說像現在 大家知道侯爾還有一個案件 就是之前這個新北未要案 其實現在應該叫新北烏龍案 結果那一群家長到現在 還有一群很堅定 然後他們找了律師大家去查 是誰就知道 他說為什麼檢調 檢調不相信孩子 檢調不是不相信孩子 但是司法也調查了 科學證據也出來了 你還不相信 那你要信啥呢 你要信什麼 到最後就只能是信仰 只能拜拜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南部的鄉親 賴清德一點都不尊重你的信仰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在台南搞滅鄉活動 很多那個鄉都給你封起來 甚至最後只有妥協給你插一炷香 他根本不尊重傳統民俗信仰 這個人就是幾個字可以形容 阿爸 真的很阿爸 他想幹嘛就幹嘛 然後剛必自用 你看為什麼會被人家酸叫老男男 因為他的決策線超級無敵小 就他跟潘夢安 而且許立民就這幾個 就非常非常的小 然後這裡面因為他怎樣 他就是只用自己親信的人 然後再來牙齒必爆 賴清德到民進黨中央的時候 把所有 而且鍾夏成他也抓 只要當時有人偷偷發文支持蔡英文 因為當年19年蔡賴智怎麼樣 換掉 打壓 要不然就封殺 要不然就把你丟到別的地方去 他就是不要看到你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性格 大家可想而知 當他真的上來做 假設他真的當選的時候 那會是個什麼樣的光景 絕對不會是像現在這樣子 現在已經夠難受了 那之後呢 你以為 你以為權動法是假的嗎 你以為數位中介法是假的嗎 你以為社違法是假的嗎 告訴大家什麼都是假的 只要政黨輪進是真的 感謝許文登的Dolay 他說他是台南人 賴清德在他看來 他是民進黨第一個來台南 用這個政府的錢 自我宣傳人設的政客 感謝許文登的Dolay 也感謝蔬菜阿斯Dolay 說台灣人很怕死的 2020年塔利班抗中寶台 香港反送中狂賣芒果乾 蔡依依依也不會說話也沒有金句 817也讓他當選了 這次選錯人是真的會有芒果乾 所以國民黨好好的打戰爭和平牌 每天要揭慮的這個弊案 我想問董哥一樣要請教一個 比較跟過去相關的 剛剛我們的網友一位鐵男 他說你們中天敢談嗎 為什麼不能談 因為李昌玉的事情當然可以談 李昌玉他最近因為一宗1985年謀殺案 在審判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涉嫌捏造證據這個事情 當然現在很多人說 還要不到李昌玉的最新的回應 可是李昌玉大家對他了解 還有如果拉回國內 像蔡振元委員就講到了 那有兩顆子彈 是不是要重新再設個特徵組 來查個清楚不可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李昌玉那個就被質疑 其實李昌玉在兩顆子彈 我印象中大概一個月左右才到台灣 阿扁請他回來 結果大家不相信陳水扁 那才有兩顆 那我找個國際的知名的 全台灣最崇拜的一個神探回來 其實那時候回來的政績 能夠被抹滅了也早就被抹滅了 那李昌玉那時候到台南 他用很形式很科技的方式 在那邊做檢驗 就是分析那個子彈的流向 大概怎麼樣怎麼樣 是從哪裡打進來 那當然很多人講說 李昌玉替阿扁背書沒有 李昌玉沒有替阿扁背書 他只是講說 這個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而已 那當然現在很多人要去講這個 我老實講都別有目的了 都別有目的 那李昌玉自己在美國碰到這個 被法官認為作為證 他自己必須去承擔起來 結果為什麼整個 所有的陪審團認為你是作假 你那時候到底那條毛巾 你有沒有去檢驗 這個其實是一彎兩彈眼的科學 那你如果現在法官說 你根本就沒有檢驗 你為什麼要指控那兩個無辜的人呢 李昌玉說我在現場 沒有找到怎麼樣 可是我在嫌犯的家裡 那條毛巾找到了那個血跡 其實現在的爭執就是 有沒有去做這個檢驗 所以李昌玉如果拿不出 他那時候檢驗的這個報告 這是科學的東西 那你就輸了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 沒有看到李昌玉的講話 這個不是說坦入水或不坦入水 這個就是很科學的東西 你拿不出來表示你沒有做 那如果你拿出來說 我們那時候做就這樣 那當年30年前的科學檢驗 跟現在不一樣 我那時候檢驗 是不是我的東西被汙染 我的毛巾被汙染 或者是怎麼樣 其實用 因為科學是AI進步 很多東西過去檢驗不出來 現在檢驗得出來 這個其實就是要由這裡來看 那沒有人說 中天敢不敢談誰或什麼 沒有什麼不能談的 那這個案子其實跟我們 現在台灣的很多氛圍有關 為什麼李昌玉會被重視 因為大家認為說 李昌玉是不是 坦入沉水變成兩顆子彈 甚至有人去談論侯友宜 侯友宜又不在現場對不對 阿扁作假是大家的質疑沒有錯 但你要拿出證據 你形式的東西 如果大家不講科學 我們台灣一個情況就是 我想有 我認為有 你沒有拿出來 你就是在隱瞞 現在台灣的社會就變成這樣 馬上回來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剛才進廣告的時候 我覺得直接老當要問董哥說 那請問這件事情 對侯友誼會有傷嗎 會啊當然因為也有人 把他拿出來說 侯友誼你當初兩顆子彈 明明就是阿扁作假 你刑事為什麼做不出來 全世界有多少案子沒有破 然後我們心中認定是怎麼樣 我們就要求你一定要 依照我認定的那個東西拿出來 那你們講阿扁作假 你們的政績在哪裡 對不對 就是說你要有很堅實的政績 我覺得藍營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 藍營很多人都自以為是 然後就用這個去螺資一堆人 那其實我們非常清楚 阿扁那時候做了 這個兩顆子彈 因兩顆子彈而獲勝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阿扁做了以後 阿扁又繼續當了四年 那時候立法院成立了真調會 阿扁也一直去排祭 叫大家公務人員不准配合他們 所有檢察官不准配合 所以那時候藍營是艱困的 可是藍營後來馬上九當八年 馬上九當八年 那這些刑事的 這些所有人都是事務官他還在 那有沒有查出阿扁什麼 這個其實是很 對不對 據說你可以把所有資料 都拿出來看 就好像柯文哲 剛剛黨選台北市長 他認為有五大弊案 那所有這些資料都在我市政府 我就拿出來一件一件 結果最後什麼東西都拿不出來 所以就被人家嘲笑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不能說我們心中有個想法 認為就是怎麼樣 民進黨就是壞 這個東西他一定 譬如說現在也很多朋友 碰到我就跟我講 那個韓國瑜就是被做票做掉了 都是蔡英文會做票 這個顯然不了解整個 整個投票的行為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的投票 因為我最近都還碰到一堆人 甚至攻擊我 我有時候講 這真奇怪 你們投過票的人都知道 漢廷當了兩屆議員 他也很清楚 你去投開票所投完票以後 投開票所就是開票所 投票所就是開票所 你兩邊都可以派人去看對不對 開完票以後 他就送到地方的選委會 譬如說台北市 就送到台北市選委會 台北市選委會 有多少票 這裡就有書記 全國有22個縣市 這22個書記加起來 就是誰當選 這個怎麼做 我實在搞不清楚 對不對 因為這個票 因為台灣最主要的地方 2020年的投票的行為 是2018年縣市首長國民黨 有15個縣市在執政 占台灣四分之三 都是國民黨在執政 如果照這樣的講法就是 國民黨執政縣市的縣市首長 都在幫蔡英文做票 增加他的票數 不可能 就是說我講就是一個科學的東西 你說票就被做掉 怎麼做 你中央 你說中央我替蔡英文做 我把他票做很高 那地方林林總統加起來 就不符合 這是一個常識你知道嗎 可是我們有時候 新中會有一個結 就結說他就是作弊 你看韓國瑜聲勢那麼高 是啊 因為聲勢那麼高 有時候反而會讓利盈激起來 說我們要去投票 會增加投票 這選舉有很多因素 兩顆子彈就激起很多人 去投票給阿扁 因為一號台灣人 二號中國人 到處是 他用這種方式 所以林林養很會嫌疾 就是說你不要中他的技 然後每天再清算自己人 這個是最重要 我有時候看這 有時候聽得很難過 因為裡面有非常多 我非常尊敬的長輩 很多還是大學教授 我就跟你講 這個結局做完票 這個可以用怎麼樣怎麼樣 你自己也投過票 你相信嗎 對不對 就是說因為我們台灣所有的地方 投票都是地方政府 就是那個縣市首長在負責 你知道2020年22個縣市 哪一個縣市韓國瑜輸最多嗎 高雄市 高雄市長就是韓國瑜 如果這個結論都可以成立的話 韓國瑜在幫忙蔡英文做票 我有時候覺得說 我們選輸大家都很難過 所以我們這次要把它拚回來 我們堂堂正正的去拚回來 那當然外界有很多質疑 你也可以質疑 但是現在所有的東西 你就要團結起來 把所有外界的這些留言 都把它打掉 因為你最大的前提 民進黨就有這種想法 民進黨最大的前提 阿扁即使貪污 都這麼清楚了 被瑞士的檢察官弄到 民進黨還是有42的選票 謝唐廷還是拿42的選票 對不對 所以他是很團結的 即使有些中間選民跑掉了 他的基本盤是不動的 國平黨呢 國平黨只要有人講幾句 基本盤就到 都是誰害的 你講的那些都是誰害的 都是藍營裡面的重要人物 對不對 都是李昌毅害的 侯友宜害的 馬鞍酒害的 他們每個人都害 害到最後 害到最後你就不團結了 你不替投票 不替投票金工教那個被砍 國平黨黨產被封 你現在還有很多事情 搭起兩岸兵兇戰危 很多年輕人不要說 我成年禮 我可以收1200塊 明年1月1號 台灣有件大事 你不知道而已 我們的兵役 從四個一邊一連 這就是活生生的 你就要去承受 如果 2012年不是蔡英文當選 2020年不是蔡英文年任 我們的年輕人不必這樣 他早早進入職場 他不必上戰場 進入職場他發揮他守血 讓台灣的經濟馬上就好 對不對 我們也不會出口 我們台灣靠出口 連時黑 各位 這就是現在的政績 沒錯 感謝一下何仙仙的董內 他說這個董哥說得好 就像很多人都說 2020年11是作票贏的 但是又拿不出證據 一直要董哥談作票 沒有證據是要如何談 感謝黃敏茨的董內 他提醒董哥要記得核水 歷史更要幫我們補充 我只是很好奇就是董 剛才我們在廣告今天 有聊一個問題就是 董哥你覺得 為什麼森嵐跟森綠 這種性格差很多的感覺 因為像我們家森綠小孩 所以我從老到大對於 譬如說家裡的父輩 他們在投票 從來沒有質疑過 但是我發現今年好多 很重視那個細節 譬如說這個因為子彈不能投 那個因為握手先拉過去不能投 因為我先把那個肩膀摟過來 不能投 就有很多這些細節 可是其實在綠營的角度來看 他們就算是蔡賴之爭不滿 這件事情 我回家請示過我們家高倫 問他說 阿爹現在1900被人家做到 你覺得怎麼樣 他說 泰兔都不回答 結果他後來做貿易去說 是啊 是對阿爹比較不公平 但蔡副總統太好了 我們要把他支持 就他還是很快就回來 但是他以前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真的非常支持 台獨金孫賴清德 而且覺得他很棒 可是問題是隨著那個初選 他就改變態度 最後選完很不公平 他也就一句話 然後再回去 他也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我一個疑問 問一下董哥 你怎麼看 因為藍營跟立營的 就是他們的那個 都有意識形態 可是那意識形態的情況 就不一樣了 立營就是說 從陳水扁當總統 他們雖然對阿扁 家族貪污非常失望 民進黨誰沒有拿阿扁的錢 也覺得很討厭 可是阿扁時代 他們認為 讓台灣走向台獨的一小步 有走 有走 阿扁把國統綱領什麼都廢除了 對不對 阿扁他有一些動作是這樣 他把中國石油公司改成台灣 台灣中油 他把中國造船公司改成台船 就是說大家覺得他有在做一些東西 就台獨有進一步 所以他們覺得說 至少過去都一直做不到了 現在做得到 這是立營的一個 那藍營呢 藍營因為很多人 他就是組建非常強 就是說你沒有造我這個 我就不投給你 那很多情況其實是 你知道台灣有個大環境 這個大環境 你如果沒有共去陳建 把這些陳建拿掉的話 你去糾結那些小東西 然後說我就不投 我就號召大家不投 我就怎麼樣 我要去挺高台瓶或怎麼樣 那這些東西 就是讓整個藍營的分類 立營的人不會分類 立營你在怎麼差的話 就像我剛剛講 謝唐廷跟馬昂九選總統 還是有42選票 那時候陳水扁那扁家貪圖 國際皆知 國際媒體天天在報導 阿扁怎麼貪圖 可是立營還是挺他 為什麼 他認為說至少阿扁 讓台獨前進了一小步 就有這樣 那蔡英文這個時候 蔡英文當然 他雖然沒有像阿扁天天說 台灣要證明要自限這些東西 可是 蔡英文他現在跟美國抗中 他那時候的辣台妹 有他的那種態度的意涵在裡面 過去阿扁沒有獲得美國支持 這次蔡英文獲得美國支持 他的國際處境是不一樣的 所以蔡英文為什麼 他說現在民調還能夠有四成多 就是說滿意度會這樣 因為背後有跟美國 所以我們其實 世界的情況一直在變化 可是民進黨他的支持者 的支持心態不會變化 反而藍金會變化 當然如果這個心態沒有改的話 有嫌疾還是很困難 是 我要問左教授 是現在我們都知道 受不動就要扯認知作戰 最近台灣申請加入CPTPP 那個機密文件說出外洩 外流的內容包含了 像是安全評估的機密文件 以及駐外管處的外交電報 傳出文件外流之後 現在剛好在中國跟台灣 爭相加入CPTPP的時機點 是真的比較敏感一些 這是我們看到路透的報導 那連我們的台灣某些官員 甚至連鄭文燦他們都坦言了 外流的文件是部分屬實的 但還是強調有一小部分是偽造的 好 這個 其實美國最近也出現到 內閣官員他的個人的電子郵箱 被駭客入侵 當然美國方面就是懷疑說 這個是不是跟 是不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駭客入侵 那被害的這個範圍也蠻廣的 現在已經揭露的有包括 像美國的商務部長 或者是美國的駐北京的大使 那好 可是你看到美國政府 跟美國的新聞報導 大概沒有一個來源 會說是認知作戰 我們的政府居然說這是認知作戰 我覺得我們政府是不是 已經沒有創意了 也不知道該怎麼去應對 這樣子的事情 直接了當的 就非常簡 好像複製貼上一樣 反正所有的問題都認知作戰 其實問題滿複雜的 我認為在野黨必須要好好的 去追究這件事情 我們先講一下 這件事情怎麼被大家所知道的 是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在路透社的報導裡頭 他說這個洩密的 就是洩漏的這些文件 是來自哪裡的 是來自我們政府住在日本 住在美國 就是華盛頓 以及還有在越南的 這三個管處的電報 好 結果我們政府也有在 這個政府工作的人員出來說 這是因為當地是這個 它基礎建設不佳 所以導致它沒有妥善的保護 政府的這些 我們的這個外管的這些機密電報 所以照這個說法 難道說這個美國跟日本 是所謂的開發中國家 所以沒有辦法有效的保護 我們的機密電報嗎 這個其實是非常荒唐的說法 那當然你說認知作戰 那到底它要認知作戰什麼事情呢 其實這個電報 到底是在哪裡被發現的 大家可能在國內的網站上 不見得找得到 它是在美國一個叫做巴昆 它是巴 然後是KUN 這個是一個 美國的一個貼文的網站 貼文的平台 那上面也的確出現過一些 像比較極端民族主義的一些貼文 甚至過去在這個平台上 也曾經就是引發過 這種恐怖事件的恐怖攻擊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這是一個 滿有爭議性的一個網站 但是很明顯的它是在 在展示說它能夠看到 台灣內部的一些訊息 我認為這個是 這個是這些文件會被揭露出來 然後被放在那個網站 其實它是在展示這件事情 那它展示這件事情 其實真正的重點應該是什麼 真正的重點是說 我們政府保護國家機密的能力 到底出了哪些問題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的重點 而不是認知作戰 因為認知作戰 它應該是說 你這個台灣到底 你的目前 你採取的這個策略內容是什麼 你採取的策略 有哪些問題是 有哪些地方是對的 哪些地方是不對的 那你這些策略到底有沒有效果 它應該認知作戰 要談這些事情嗎 結果你看政府的這個回應 完全沒有處理到這些內容 我們都不知道 它到底在認知作戰什麼 它認知作戰的對象到底是誰 我認為政府太不用功 我認為鄭文燦 以及政府的一些官員 在回應這件事情的時候太不用功 所以就完全只是一句話 認知作戰 好像就可以交代了事 如果政府的機密電報都沒有辦法保護 那我們政府所掌管 我們這麼多國民 2350萬人的這個個資 我們的所有各項訊息 我們如何相信政府可以有效的去保護它 其實這件事情應該是誰要處理 唐鳳 我們不是有一個什麼數位發展部嗎 不是還有一個資安署嗎 什麼 對不起 還不只是資安署 還有一個資安研究院 然後政府還有一些其他的什麼 知社會底下也有政府公股持有的公司 是專門負責資安還是賴系人馬去擔任的 叫做余孝斌擔任這個台灣資安駐造的 這家公司的執行長 這些人去哪了 這些人不是應該要處理這個問題的嗎 結果呢 蔡政府宣示了這麼久 什麼資安國家隊 要多少要把這個資訊安全 當作是國家的頭等大勢 要好好的保護 然後找了全世界 日本人羨慕的不得了的唐鳳 天才的IT大臣來管理這件事情 然後呢還是出事了 誰給我們一個交代啊 還有那麼多的經費 幾百上百這個多少億的 這個幾十億的預算 不是幾百上百億的預算 撥到了數位發展部去了 然後到了這個事情 居然沒有給我們一個交代 這個是多嚴重的一個事情呢 我認為這才是這件事情 最根本核心的問題 那你政府沒有辦法 去保護你的機密資料 你政府沒有辦法 有效的去進行國際談判 你還在吹噓什麼事情呢 它這個理由其實涉及到什麼 不只是涉及到所謂參與CPTPP的 這些應對的策略 它裡頭提到兩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關於CPTPP 我們參與CPTPP的安全評估報告 這個是路透社裡頭講到的 第二個它講到的是什麼 就是台美貿易談判 因為最近不是大家看到政府不是 民進黨政府不是還歡欣鼓舞的說 你看我們終於通過了 這個台美21世紀 台美自由貿易倡議 中第一階段的協議 終於通過了 這個大垂特垂說 這個是多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好 結果呢 這個台美貿易談判 也是被洩密的其中一部分 好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要問政府 你到底能 什麼時候能給大家一個交代 你的關於你的資訊安全的保證保護 什麼時候你可以把 這一次發生事情的原因告訴大家 補救措施告訴大家 我認為更重要的一點是說 到底政府這一系列以來成立的 這些資安機構做了什麼事情 對不對 你花了這麼多的預算 敲鑼打鼓編了這麼多新的人 然後還說什麼 不能夠用一般的公務員 要用彈性的薪資 才能夠聘到優秀的專家 結果搞了半天 事情還是出來了 對不對 之前的這些詐騙案 你這個 你這個一再一再的這個出紐露 現在連你這麼高度保密的事情 你都保不了命 你如何讓國人放心呢 所以我認為這個才是整件事情 最核心的問題 不要再動不動 就複製貼上認知作戰了 大家都不知道 作戰的對象是誰 也不知道你認知的內容是什麼 這簡直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就好好的去檢討你的資安作為 好好檢討你現在的機構跟 機構跟這個人力 到底有哪些是派上用場 有哪些是真的只是在這邊做酬庸 我覺得這個才是民眾要關心的事情 在現在經濟不好 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這個 大家的荷包都 都這個物價節節高漲 經濟沒有這個經濟成長下滑 大家都很關心自己的荷包 政府好好善用人民納稅 納稅人的血汗錢 好好把資安做好 感謝我們的網友張梅華 熊福利的斗內 也請大家幫我們多多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但是這個世界虛假 建材人所做的一切 就是為了保證輕步不動蕩 這個世界真是一個好多荒謬 有多荒謬 少年熱情 明動京都網 7月31日晚間9點 近一年正版手遊 近一年 下載中間新聞網APP 周周抽機票 還有眾多好康 讓你今年夏天好好玩一下 這一波獎品非常豐富 有銀打旅行社提供 日本韓國泰國等旅遊 Honey的來回機票 周周抽機票 快來試試手氣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參加抽獎 就有機會把免費機票帶回家 還有孩子們最喜歡的 奇幻島探索樂園 親子唱完門票 是小朋友暑假放電好去處 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參加抽獎 另外也有米特才藝中心的 樂高機器人 柳體熊等豐富課程 讓孩子暑假不虛度 從遊戲中學習成長 只要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就有機會抽課程抵用券 以及最近非常熱門的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門票 新北水岸河濱自行車租借優惠券 宜蘭蘇澳立獎衝浪體驗優惠券 以及大家最愛的小七咖啡 這麼多的好康獎項 都在中天新聞網APP裡 快拿起手機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輸入推薦代碼 任選一個帳號註冊 填寫完資料 來到中天復古樂園戳戳戳 豐富獎品等你抽 趕快來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試試好手氣 好康報回家 大家午安下午好 歡迎鎖定一下 五四點鐘的整點新聞 我是林佩潔 我們這一節是有雙開的 趕快進到我們中天新聞的子頻來 新的包廂 如果你在我們中天電視主頻的話 也是趕快上面都有連結 可以進到我們中天新聞子頻 好四點鐘是我來播報 那麼待會五點鐘是嘉瑜 好待會會跟大家聊什麼呢 包括今天的國民黨全代會上 好韓國瑜他這個也上台 好跟侯友宜來合體 那麼後宜也引了他的金句 莫忘世上苦人多 好那麼看到三子合體 現場氣氛非常的嗨 以及要來關心的是這個 台風杜蘇瑞的一個動態 到時候暴風圈可能會籠罩全台 要趕快做好房台準備 另外廣莫郎梁子呢 他認了出軌之後 現在